望线,线线被吃到鼠中,大名鼎鼎的千年老妖魏无线命不久矣。魏无线乃是道横身后的一只老狐妖,因盘踞在乱葬岗千年之久,得了个怡灵老妖的绰号。 他法力高深莫测,就连当今修真界的绝顶高手也得敬他三分,拒他七分,容貌俊美。 据传,一旦他献出自己的容貌,便有无数目睹他面容的女子清新爱慕,像是入了魔一般,此生非他不可。 因而,为了避免招揽桃花,魏无线甚少出乱葬岗,只安分手挤地窝在乱葬岗上过着他自己的清闲日子。 如此高深莫测的一只老祖宗,修真界里无人敢招惹,只求他能安分手挤,待在那小小一方山头上。 只可惜,这愿望落了空,魏无线大劫将至,若是不能平安,度过此劫,便恐有性命之忧。 他年幼时,曾被异妖怪下了诅咒,若是在他九千九百九十九岁之前,尚未找到可以与之双修之人, 便会被九天滚滚玄雷活活劈死,从此神魂祭灭,永世不得超胜。 眼下魏老妖怪已经九千九百九十八岁了,只差数月便大限将至, 却怎么也没找到自己命定的双修之人。 他实在无法,掐指补挂一番,总算是算出自己的命定双修之人, 竟在仪陵东面的姑苏一带,于是为了保住自己这条老命,连夜收拾了行囊, 披星待月地赶去了姑苏,一路上又掐又算,便算到了姑苏一座灵山前, 云深不知处。 仪陵老妖此前虽不怎么出事, 却不妨碍自己的大名在江湖上广为流传。 看守在云深不知处山脚下的弟子们, 见到魏无羡轻飘飘地掠来, 吓得一个机灵,心头愈发不安, 哆哆嗦嗦道,来,来者何人? 魏无羡道,你祖宗。 仪陵老妖魏无羡。 弟子下软了腿, 慌忙用传音符向祖宗长老禀报一桩, 而后又颤声质问道, 你,你有何目的? 我又不曾动了你俩一根寒毛, 你们哆嗦成这样作甚。 魏无羡滔滔耳朵, 无奈道,我没有恶意, 我是来你们云深不知处寻一个人的。 此人对我很重要, 我想同你们借他一段时间, 但我不需要他了, 自然便会把他还给你们了。 弟子哪里听得尽魏无羡的话, 哆哆嗦嗦地唱个不停。 指这几句话的功夫, 山脚下便被姑苏蓝氏的人重重包围了起来。 为首的一名年长者两缕胡须特别扎眼, 神色肃穆谨慎地看着这一身黑衣袖金边红袍的魏无羡, 手里的剑隐隐约约流转着灵力。 他身后则站了两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年, 一人神色自若, 似乎并不惧怕魏无羡, 只对这传说中的老妖怪万分好奇, 另一少年则是神色冷明, 指尖已然搭在了腰间的配件上, 他眸色清浅, 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似乎对魏无羡颇有敌意, 小脸蛋崩得紧紧的, 似乎只削一声令下, 便能抽出腰间配件毫不留情地朝着魏无羡坎去。 年纪小小, 火气却居然这么大。 魏无羡叹了口气, 手指在袖下飞快地又捏了一个绝, 垂眸感应一番, 突然眼睛一亮, 眸光落在那冰山小少年身上, 总算叫他寻着人了。 上下打量寻缩一番, 魏无羡便神色灿烂地朝着那小少年的方向拱了拱手, 而后好不恭敬地朗声道, 大家都消消气, 消消气。 久闻顾苏蓝是蓝启人前辈大名, 今日一见, 果真是名不虚传, 久仰, 久仰。 蓝启人见着魏无羡的眼神落在自己的小侄子身上, 下意识地将稚嫩的小白菜往自己身后拢了拢, 神色丝毫没有放松下来, 魏无羡道, 我此番前来并无恶意, 蓝老先生不必这般紧张, 把剑收收, 咱们坐下来好生谈谈。 蓝启人也朝他拱拱手, 谨慎地看着他, 观察一番后, 也收回了流转在剑鞘上的灵力, 冷声道, 启人也久仰为公子大名, 只是不知此次您高抬贵族历临我云深不知处, 有何贵干? 没什么贵干, 只是来要个人。 魏无羡单刀直入道, 就这么说吧, 我看上了你们, 姑苏蓝氏这位小公子, 哎, 就站在您身后, 脸色臭得可以的这位。 他装作没看见蓝启人愈发震惊的神色, 款款道, 我看这位小公子相貌堂堂, 甚是入我的眼, 很得我的心意。 我很喜欢他, 特地前来你们姑苏蓝氏一览他的方容, 顺便有个不情之情。 我想把你们家这位蓝湛蓝小公子借去用用, 几月后便把人完完整整白白胖胖还回来给你们, 你们看, 如何呀? 魏无羡居然说, 要把蓝忘姬借去用用, 怎么个用法暂且不论, 就说这求人帮忙的态度之不正经, 便足以让蓝启人怒发冲冠。 蓝忘姬见魏无羡一双恋焰的眼看向自己, 心目明露跳一拍, 慌忙垂下也捏紧了腰间的壁尘, 抿着嘴, 面上是一副倔强模样, 心头暗暗有些恼火, 这等道横高深的狐妖果真魅惑众生, 一个道心不稳, 便能轻而易举地设了他人的三魂七魄, 只听蓝启人怒声大骂, 好一个不知好歹的妖孽。 他一把挥手, 义正言辞道, 老夫今日便把话料遮了, 只要我尚存一口气, 便不会让你掳走我们妄姬。 狐妖, 你休得猖狂。 妄姬, 你靠后来, 来舒服身后。 见蓝妄姬居然有些出神, 他急声道, 还不快些, 你莫非真想被他掳走不成? 蓝妄姬如梦初醒, 意识到自己为了面前这狐妖分神, 脸色难看一分, 便再也不看魏无羡那张摄人心魂的脸, 乖乖站在了蓝妻人身后。 魏无羡嗒嗒几声, 只觉得这帮人简直名玩不灵, 自己只是借走小蓝站去双修一下下, 双修完了便会把人完完整整还回来。 眼下这剑拔弩张的状况实在是始料未及, 只能另寻踏法。 于是他叹了口气, 突然摆摆手, 一掀红袍便朝后飞快掠去, 启仁兄不必动怒。 既然启仁兄不愿意把你家小侄子借给我, 那我走便是了。 江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 他内力高深莫测, 此番话说完便不见了踪影。 蓝旺鸡见他离开微微一正, 心头莫名一紧, 蓝启仁则是被精准踩雷, 在南雅正, 朝着未无限消失的方向, 破口大骂道, 谁是你的兄? 谁要跟你后会有期? 后会无期? 滚! 虚惊一场, 蓝启仁生怕蓝旺鸡不安, 回了山上便安抚起了全城一声不吭的少年。 蓝旺鸡其实并未有多么惊慌, 却也相当乖顺地听完了叔父的劝慰, 而后行了一礼, 这才回了静视。 直至晚间, 他正腾抄着佛经, 突然便闻窗外风声粒粒, 一红衣人不知何时落在自己窗边。 他心头一紧, 回眸朝那人看去, 嘴唇动了动, 而后冷声道, 是你。 魏无羡嘿嘿两声, 呦, 小郎君, 别来无恙, 你又来做甚, 我不是说过了, 后会有期, 我这不就来赴约了? 魏无羡饶有幸之道, 都说你们姑苏蓝是日行一善, 如今我给你个做大善人的机会, 你不考虑考虑, 蓝旺鸡谨声, 你为何只盯着我不放? 魏无羡叹口气, 我这不也是没辙吗? 蓝旺鸡, 你究竟要我做甚? 魏无羡, 好说, 我要你做我。 蓝旺鸡被他一爷, 神色猛地战红, 不知羞耻。 魏无羡无辜道, 我是真心实意, 要你做我的。 他见小郎君伸手要去拔剑, 连忙把人叫住, 哎哎哎,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且听我说完吗? 他将因果缘又细细一说, 见蓝旺鸡虽冷静了些许, 神色却仍是难看, 只好叹气道, 小蓝湛, 你救救我一命吧, 若是你不能同我双修, 我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蓝旺鸡神色僵硬道, 你, 魏无羡开始打起了商量, 你同我双修一下, 带救了我这条小命, 我便保你姑苏蓝氏, 此后日子平平安安, 生意红红火火。 蓝旺鸡被气的胸口一起一伏, 你若是愿意帮我, 便是我大大的恩人。 我们狐妖一族最重恩情, 将来你随意拆遣我, 我为你做牛做马也无所谓。 魏无羡道, 再说了, 我也不会强迫你, 咱们慢慢触感情, 待感情深了再干, 他见蓝旺鸡瞪他, 连忙改了个说法, 再双修也不迟。 蓝旺鸡神色时清时白, 神色难看地瞪着他半晌, 而后置地有声道, 我拒绝。 这人怎么油言不尽? 魏无羡瞪大眼, 你说什么? 你拒绝, 我拒绝。 魏无羡神色古怪道, 你确定要拒绝我? 我确定。 蓝旺鸡正色道, 我拒绝。 好, 不料魏无羡爽快地应了一声, 竟是不打算逼迫他了。 蓝旺鸡微微一正, 毕竟人命关天, 犹豫几番, 正打算说点什么, 却见眼前突然刮来一片红色的剪影。 下一秒, 蓝旺鸡便被人点了雅学和麻学, 一把被这老妖怪扛了起来。 他神色震怒, 难以置信地瞪着扛着自己, 便开始撒腿飞奔的魏无羡, 怎么也没料到, 这人竟会这么不讲道理。 没错, 我的确不讲武德。 魏无羡猜出他心里所想, 吹了口哨子, 喜滋滋道,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走了走了, 咱们下山私奔去了。 你放开我, 也不知是蓝旺鸡这几日, 第几次对魏无羡说这句话了。 此刻他浑身上下, 被不知从哪寻来的麻绳五花大绑, 丝毫不雅正地被丢在了石榻上。 他面前站着, 拿他丝毫没办法的魏无羡, 老狐狸插着腰眉头都皱在了一起, 见蓝旺鸡命死不屈, 心头莫名升起几丝强抢民难的错觉, 微微叹口气, 重复这几日说的最多的话道, 给你松绑可以, 只是我把你松开了, 你会不会跑啊? 蓝旺鸡倔强地瞪着他, 眼角急得已经微微泛红, 咬牙切齿道, 跑。 魏无羡简直拿他没辙, 他把蓝旺鸡绑来乱葬岗, 已有数日了, 这样的对话, 每天都会一字不变地上演几遍。 这小狼君脸皮很薄, 前几日, 他在乱葬岗众目睽睽之下, 把蓝旺鸡扛入石洞时, 蓝旺鸡的耳尖变红得能滴血, 似乎是被魏无羡这不知廉耻的举动激怒了, 怎么也不肯松口答应双修。 眼下自己的命快要保不住了, 魏无羡无奈地叹了口气, 突然便靠着石踏坐了下来, 轻声道, 算了, 生死有命, 你既然不帮我, 那我便不强迫你了。 他转眼看向蓝旺鸡, 明日我便把你送回去, 温情, 给他松绑。 蓝旺鸡见他, 突然良心发现, 心头微微一震, 眼见着一旁默默无言的女狐狸走过来, 替他解开了绳子, 活动活动, 自己已然酸麻的手腕, 吃一道, 那你。 哼, 我一只活了快一万年的老狐狸, 还犯不着欺负你这个十来岁的小毛孩。 魏无羡笑道, 我绑你也有一两日了, 你们云深不知处, 定然集成一团。 只不过, 我这乱葬岗固若金汤, 吓得去上不来, 他们没法救你。 我明日便把你送回去, 然后再给你叔父赔个不是, 你看怎样。 蓝旺鸡唇半动了洞, 可你不是, 命不久矣, 魏无羡, 得了便宜还卖怪。 我不是说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我活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了, 哪有你们那般, 把生死看得这般重要。 他顿了顿, 不过小郎君, 你既然不帮我, 算不算是欠了我个人情啊? 蓝旺鸡敏敏唇, 算是。 他眸光微微闪烁一下, 掩盖在袖下的手指, 轻柔地拳了拳, 除了双修, 便没有其他法子了吗? 魏无羡道, 寻遍了, 没法子。 看来我这小命, 的确是在保不住。 他垫着脑袋, 朝后靠了靠, 小郎君, 既然你欠我个人情, 不如帮我一个忙。 听见这狐狸又一次说自己命不久矣, 蓝旺鸡心头有些质色, 沉默半赏道, 你说, 我死后, 你可否帮衬 一下我乱葬岗上的这些人? 魏无羡吐出一口气来, 他们有些修为尚浅, 乱葬岗没有我坐镇, 自然是不如线下这般安全。 你将来若是出人头地, 可千万要看顾他们, 莫叫他们被欺负了。 蓝旺鸡眸光微微移动, 眼底扶起几丝不忍, 半赏后咬咬牙道, 我答应你便是。 魏无羡笑咪咪道, 那我便能安心去了。 他拍拍蓝旺鸡的手, 却没察觉到蓝旺鸡微微一颤, 反正你们武林中人总是忌惮我, 我若是去了, 你们是不是也能松口气? 蓝旺鸡见他这么闲适, 丝毫没有大现将至的恐慌, 听着这狐狸的话, 愈发揪紧了心神, 色声道, 便没有, 别的法子救你吗? 老狐狸笑了几声, 眼角弯弯的, 怎么问这么多遍, 莫非你心里还是舍不得我? 他又拍了拍蓝旺鸡的手背, 见那人竟并未多么抗拒, 愣了愣, 而后笑道, 怎么, 你可是心软了。 蓝旺鸡不语, 神色复杂, 心软了便干, 同我双修啊。 魏无羡笑道, 我也惜命得好不好, 若是你愿意救我, 我定然求之不得呀。 怎么, 你这是反悔了, 愿意同我双修了? 蓝旺鸡咬咬牙, 垂着眼叫人看不清他眼底的神色, 眼睫却颤个不停。 半晌后, 他抬眼尖难道, 只有双修, 他红了红脸, 继续道, 这一个法子了。 魏无羡无辜地点点头, 那当然了。 蓝旺鸡咬牙道, 我可以一试。 他扭过头去, 不想叫魏无羡看到他略微失态的模样, 我同你, 相处些时日。 你不得逼迫我, 也不得强迫我, 若是我, 我对你有了, 有了什么他也不说, 只见他抿着唇轻声道, 那我们便结为夫妻, 再行那档子事。 或, 居然还要重规重矩地走流程, 最后居然还要成个婚。 魏无羡被这人古板的脑回路震惊一下, 想了想到, 都依你。 蓝旺鸡站起身来, 故意不看他, 垂头轻声道, 且带我同叔父修书一封, 叫他稍安勿躁。 我出去求个执笔, 我, 我不会反悔。 说完后, 也不看魏无羡一眼, 便火急火燎地, 便朝着石洞外走去, 徒流下, 魏无羡似笑非笑地靠在他旁, 看着那清俊的身影, 愈行愈远。 魏无羡瞥了眼一旁直翻白眼的温情, 眼见小仙君的身影消失, 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几声。 这小郎君, 还当真以为他魏无羡会守规矩吗? 他魏无羡最会霸王硬上弓了。 既然你答应同我双修了。 魏无羡双手交叠, 认真地看着对面神色沉宁的小仙君, 你说你有要求, 尽管提便是。 魏无羡, 你要金银财宝, 钱财我后山藏了不少, 保证多地让你拿到手软。 或者你要灵气浮赚。 我也藏了不少一品灵气, 都是当年从我手下败将, 手里搜刮来的, 随你挑。 不对, 你们修仙人士以提高修为为重, 那你可是想要能提高修为的灵丹妙药。 要不要我把我的妖丹剖出来, 送你一个。 我们狐足的一颗灵丹堪比金丹妙药, 与你修为大有好处。 他见蓝忘机, 听见这等血腥的法子, 狠狠瞪他一眼, 忙不迭解释道, 别急别急, 你听我说完, 我这肚子里有两颗腰丹呢, 分你一个不防噬的。 谁信这老狐狸的瞎话, 剖一颗丹出来, 还能不防噬。 蓝忘机无奈地看他一眼, 叹了口气道, 我不需这些。 他从袖中抖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 推至魏无羡面前, 你自己看。 魏无羡拿起纸抖了抖, 凑近一看, 念道,蓝忘机与魏无羡约法三章, 张泽如吓他吃笑一声, 小狼君, 这乍看去满满一叶字, 你要求好像还不少啊, 见我宠你, 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蓝忘机不语, 微微侧过脸去不理会, 耳朵却被那个宠字说得通红。 算了, 谁叫我宠你呢? 让我看看。 呦, 字写得不错吗? 魏无羡慢悠悠地抖了抖指, 一字一句念道, 其一, 魏无羡不得强迫蓝忘机行不轨之事, 不得哄骗蓝忘机同魏无羡行不轨之事, 他神色心虚一下, 怒声道, 什么强迫不强迫的? 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若是不愿意, 难道我还能霸王硬上弓不成啊? 他暗自咬咬牙, 虽然他原本的确是打算霸王硬上弓来着, 蓝忘机看着他的神色里满是怀疑, 魏无羡明白自己从始至终打的便是这个主意, 连忙转移话题, 继续念叨, 其二, 魏无羡不得下山行不义之事, 须坚守道义, 不得行烧杀抢掠, 欺凌弱小之事, 他又忍不住瞪向蓝忘机, 我何时欺负过你们这群江湖人士了? 分明是你们给我乱扣帽子, 乱泼脏水, 我待在这山上几千年了, 日日安分守己, 不是种田便是养家糊口, 你若是不放心, 今后的日子大可管着我, 蓝忘机诞生道, 正有此意, 哼, 管便管, 谁怕谁啊, 魏无羡撇撇嘴, 眼神落至下面一条张泽, 突然便微微瞪大了眼, 每日必须最少喜悦一次, 饭不可过三晚, 食不言寝不语, 夜归不可入内, 尽喝酒, 尽夜游, 尽高声喧哗, 尽好美色, 今心浮气躁,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蓝忘机, 好你个蓝战, 你这是把你家那几千条家规都搬到我这来了, 蓝忘机无动于中道, 事又如何, 魏无羡气死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不干, 这太欺负人了, 蓝忘机见他委屈巴巴地发起脾气, 神色微微移动, 似乎也觉得这些条件太过苛刻了一些, 敏敏纯沉丝片刻, 拿着笔画掉了几条, 而后商量着道, 那便只留一条, 尽好美色, 如何, 魏无羡撇撇嘴, 这还用你听我说, 我若是下定决心, 要同你处关系, 自然是只会对你一人一心一意, 似乎是没料到, 这人张口情话说来便来, 蓝忘机耳尖一红, 险些被自己口水呛到, 连忙怒声道, 不许胡言乱语, 魏无羡见他害羞, 便也收起了生气模样, 爬起身重新做好, 然后拖着下巴道, 哟, 看你这副纯情模样, 他摸摸下巴, 突然不怀好意地凑过去道, 你是个厨吧, 蓝忘机简直羞脑至极, 闭嘴, 哦, 被我猜中了, 魏无羡黑黑一笑, 凑近他身边去闻了闻, 难怪你身上的阳气, 这般醇厚浓重, 原来竟是个童子, 童子好啊, 我也是个童子呢, 啊不, 童胡, 蓝忘机想拔掉他的舌头, 你少说婚话, 魏无羡慢悠悠道, 也就你, 才会这般讲究, 还要同我出了对象后, 才肯心甘情愿地同我双修, 他见蓝忘机, 伸手便要捉住他, 连忙朝后退了一步, 哟, 生气了, 年轻人就是心浮气躁, 你别气, 与其浪费时间生气, 不如咱们现在便干点正事, 这狐狸总是想方设法地开自己的油, 蓝忘机头大得很, 心说活了十多年, 也没见过这等奇才, 他截断魏无羡的话道, 老实点, 蓝忘机, 说好的, 先成亲, 再行那档子事, 不得胡了, 得得得, 依你依你, 小祖宗, 魏无羡才, 不管他一张小嘴说什么呢, 笑眯眯地贴近他几分, 既然如此, 那咱们现在便增进一下感情, 咱们今日变起个好头, 不如你先对着我这张俊脸, 来一个亲亲, 怎样? 不亲? 见这丝, 居然还真的恬不知耻地朝自己凑过来, 蓝忘机眉目难掩怒意, 再顾不得哑正, 用力把魏无羡那张引以为豪的俊脸推开, 这手法丝毫不怜香惜玉, 又是习武之人, 下手没了轻重, 便推得魏无羡疼地嗷嗷直叫, 而后好委屈地捂着脸看着蓝忘机, 你怎么不亲我呀? 蓝忘机面上冷酷, 耳间却能滴得出血, 怒声道, 我为何便要亲你? 魏无羡无辜道, 你不亲我, 咱们俩怎么处关系呀? 难道咱们面对面就这么干坐着, 便能浓情蜜意起来了? 他见蓝忘机神色微微一降, 好笑道, 不是我说你, 小厨, 你不会真的以为咱们俩什么事也不做, 便能触对象了吧? 触对象可是得擦出火花来的呀, 火花哪里容易擦, 没点刺激, 怎么擦出火花来呀? 蓝忘机皱着眉道, 可是, 算了算了, 瞧你这惨兮兮的模样, 不逼你了。 魏无羡不等他说完, 摆摆手, 不急, 温水煮青蛙, 路还长着, 咱们慢慢来便是。 既然你不肯亲我, 那我便换个不那么刺激的, 让你先适应适应。 这番话从魏无羡嘴里说出来, 着实不太令蓝忘机安心, 不过也算是能暂时松口气。 魏无羡让他在乱葬岗上四处逛逛, 于是蓝忘机便一个人在山上漫无目的地走。 虽说此地名为乱葬岗, 人丁却算是兴旺。 许是土地被人仔细开垦过一番, 有些地方甚至能开出些细细碎碎的小野花, 倒是多了些生气。 冰清玉洁的蓝家二公子蓝忘机, 被千年老妖狐为无羡豪取抢夺卤上山来的事,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人们远远见了小郎君, 便好奇地打量起了这清俊好看的新鸭寨夫人来。 打量的蓝忘机耳尖通红, 差不多逛到了晚上, 便赶忙烈烈窃窃地朝着石洞走回去。 再逛下去, 他素来不算太厚的脸皮, 都要被那些人火热的目光灼穿了。 只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蓝忘机方走到门口, 以为总算是能松口气, 待下一秒瞧清除了石洞里石榻上的景象时, 便险些一下栽倒在地上。 他只觉得头大, 恨不得教会这狐狸廉耻二字如何书写, 怒声道, 衣服, 穿好。 魏无羡, 哟, 小郎君, 总算舍得回来陪陪我这个孤寡老胡了。 蓝忘机鹅脚跳了跳, 机械地重复道, 衣服, 穿好。 魏无羡除去了外袍, 不知何时已然换上了一身艳红的底衣, 底衣松松垮垮, 领子开得有些大, 斜斜挂在他白得有些过分的肩膀上。 偏偏这老狐狸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还朝他好不妩媚地勾勾手指, 来啊蓝战, 上榻啊。 蓝忘机, 你先把衣服穿好。 魏无羡一愣, 而后好笑地叹口气, 行吧行吧, 真倔, 我穿好, 我这就穿好。 说吧, 他便老老实实拉紧了衣服, 又勾了勾手道, 我穿好了, 你上来吧。 蓝忘机微微醋眉, 必须睡一张床吗? 那不然呢, 都要做夫妻的人了, 还睡两张床不成, 成何体统啊? 可我们上位, 一听夫妻二字, 蓝忘机整个人便不好了, 低声捏如道, 这是否不太妥当? 妥妥妥, 妥得很。 也罢, 也不是第一次, 被这老狐狸耍得团团转了, 多少不差这一次。 蓝忘机只觉得自己被框片的晕头转向, 想了想, 只得任命地叹口气, 慢慢挪到踏边。 犹豫一下, 这才除了个外袍, 合着薄薄一层白色底衣躺了下来, 他背对着魏无羡, 耳尖通红, 轻声警告道, 你别动手动脚。 魏无羡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通红的耳尖, 那动嘴行吗? 蓝忘机怒声, 不行。 哎, 好吧。 老狐狸叹了口气, 也老老实实躺下了蓝忘机身边, 只不过, 他是真的老实不下来, 过一会儿便闲不住手脚, 如树带熊一般抱着蓝忘机, 察觉到蓝忘机剧烈地挣扎起来, 急忙道, 蓝湛你怪, 让我抱一会, 别别别别乱动, 哎呦祖宗, 算我败给你了, 就抱两炷香, 两炷香, 成不成, 蓝忘机闻言, 动作一僵, 心头被这人妥协的声音说软了, 便不再动作, 魏无羡见他不动, 便在蓝忘机后颈后吸了一口, 笑道, 嗯, 真怪, 少胡言乱语, 哼, 好了, 知道你脸皮薄, 不说了, 魏无羡在他驳梗后闷闷笑道, 只是我好久没抱着一个热乎乎的大活人睡觉了, 这滋味还真有些不错, 快快快, 你腿夹着我的脚, 我的脚冷死了, 蓝忘机一言动作, 察觉到那凉嗦嗦的脚丫后, 微微醋眉, 怎么这么凉, 你可是冷, 哎, 我是妖怪, 妖怪自然是冷冰冰的, 魏无羡没听出他语气里的担忧, 无所谓道, 尤其是像我这种成了惊的妖怪, 更冰了, 是不是冰到你了, 他顿了顿, 突然想起来什么事的道, 夜里石洞甚冷, 蓝湛, 你有没有被我冷着呀, 不舒服的话, 我便把脚拿开了, 别逞能啊, 蓝忘机一愣, 心头突然便慢起几丝难受的滋味来, 背对那人垂着眼, 不冷, 就这样吧, 后半夜难得相安无事, 魏无羡不再多动手动脚, 蓝忘机便也总算能夹着魏无羡的腿, 缓缓睡过去了, 许是前一天, 心态过于波澜起伏, 蓝忘机睡得很沉, 竟是难得没有起早, 耳边传来嘈杂的人声时, 他才迷迷糊糊睁开眼, 突然便见自己面前, 不知何时多了一张放大的小脸, 睡衣立即去了大半, 连忙翻身坐起来, 胸脯微微起伏, 蓝忘机愕然道, 你, 小微愿作着手指, 看着面前吓得不轻地帅气哥哥, 手指愈吃愈香, 作得水淋淋的, 而后便咯咯咯笑了起来, 指着蓝忘机道, 哥哥, 好看, 然后他又指着魏无羡道, 献哥哥, 捡便宜, 蓝忘机闻言, 耳朵顿时羞地发粉, 不过眼下, 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求证, 他恼羞沉默地看向自己身后, 不知何时早已醒来, 正支招脑袋言笑艳艳的老狐狸, 低声道, 这孩子是, 魏无羡随口道, 我生的, 蓝忘机神色微微变了变, 即便是知道, 魏无羡喜欢扯皮, 周深的气息, 免不得沉郁几分, 胡言乱语, 你如何能生, 魏无羡哈哈笑了几声, 他沉起时的声音有些慵懒, 沙沙哑哑地很好听, 不错啊蓝湛, 难得聪明一回, 他又朝软软一只坐在地上吃手的小温怨道, 哀怨, 把他的脸记牢了, 以后他便是你献哥哥的夫君, 见着他以后不许喊他好看哥哥, 喊他献哥哥的好男人, 蓝忘机面颊通红, 见小温怨似懂非懂地点头, 温情又一副滔滔耳朵不想管事的模样, 连忙瞪着魏无羡道, 别瞎叫, 小温怨似乎是趁着两人还未行转时溜进石洞里的, 本想寻魏无羡一起玩, 却不想自家献哥哥虽说醒着, 却朝他轻轻嘘了一声, 指了指靠外睡着的一个小郎君, 示意他不要将人吵醒, 他觉得这位新来的哥哥着实长得好看, 便也趴在他边看着蓝忘机有些烟红的俊脸, 等蓝忘机醒转了, 这才口齿不清地道, 哥哥, 你是献哥哥的新朋友吗? 把你腮帮子的口水擦擦, 瞧你脏的, 别蹭到人家蓝湛身上去了呀。 魏无羡笑着道, 不是朋友, 是准道理, 长得好看吧? 我是不是很有眼光? 温情替温怨擦了擦哈喇子, 神色无奈地看着这一老一幼, 小温怨很会捧场, 眼眸亮亮地道, 哇, 好好看, 献哥哥好厉害, 不错, 很会夸, 深得你献哥哥真传, 你献哥哥厉害吧, 他是不是长得很好看? 以后照着你献哥哥的标准找道理, 准不会差到哪去? 黄婆卖瓜, 自卖自夸, 蓝忘机恨不得把这人舌头拔掉, 温情翻了个白眼, 温怨则是认真道, 那为什么献哥哥可以和他睡一张床呢? 以前我要同献哥哥睡, 献哥哥不答应, 献哥哥说嫌弃我流口水, 可是好看哥哥就可以和献哥哥睡, 魏无羡, 怎么的, 他是我准道理, 将来要同我双修的, 我跟他睡, 那是天经地义好不好啊? 我同他睡一张床上, 那我便是他的人了, 我们俩不清白了, 怎么能在孩子面前说这些话? 蓝忘机连忙捂住他的嘴, 修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温情连忙捂住温怨耳朵, 你少在小孩子面前说婚话, 滚圆点, 魏无羡道, 哼, 你现在才想着吴小温怨的耳朵, 晚了, 你方才怎么就不捂着他眼睛呢? 莫非我和蓝湛同床共枕, 很好看吗? 温怨, 乱看别人睡觉觉, 小心长针眼哦, 蓝忘机瞪他, 你别胡说, 他转眸朝着小温怨看去, 而后鸣鸣唇, 伸出一只手招了招, 你要不要过来? 小温怨见, 好看哥哥招呼自己, 忙从地板上刺溜一下爬起来, 像小奶狗一样, 跌跌撞撞扑进人家怀里, 魏无羡在蓝忘机身后嘖嘖几声, 看着温怨仰着脸, 抱着蓝忘机的腰, 有些吃味道, 瞧瞧你, 蓝湛, 你也太双标了, 温怨抱你你便让他随便抱, 我抱你一下, 还要被你踹上脊脚, 蓝忘机垂着眼, 耳尖红红的, 无聊, 睡一起, 不清白, 羞羞, 温怨在蓝忘机怀里做了个鬼脸, 然后又一把扑进蓝忘机怀里抱着, 闷声闷气道, 好看哥哥不要李仙哥哥, 他是大骗子, 他醉坏了, 见蓝忘机毫无芥蒂地抱着温怨, 任由这在地上滚了几圈的小孩子, 在自己怀里蹭个不停, 实话实说, 魏无羡是真的有些吃味了, 自己想要清心寡欲地抱一抱蓝忘机, 比登天还难, 换作一个奶乎乎的小团子撒撒娇, 便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小郎君的一个温暖的抱抱, 魏无羡越想越不满, 拎起小温怨的后领便把人捉了起来, 见温怨两条粗粗短短的小腿, 在半空中惶恐地扑腾, 蓝忘机又急切地站起身来, 伸手欲将温怨夺回来, 连忙撇撇嘴, 横身拦在蓝忘机面前, 怎么也不许蓝忘机够着温怨, 以至于蓝忘机几个琴拿手, 也捉不住温怨的一片衣角, 不愧是老狐狸, 修为高深莫测, 温情见魏无羡拎着吓得包着眼泪的温怨闪来躲去, 暴躁地大叫几声, 蓝忘机则是皱着眉道, 魏英,别闹, 我才没闹, 魏无羡摆出一副提条件的模样, 这样, 你想要温怨是吧, 给你可以, 但我有条件, 居然还谈条件, 蓝忘机拧眉, 什么条件, 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脸颊, 微微侧了侧脸, 轻跳道, 你, 亲, 我, 你亲我, 我就不欺负温怨了, 魏无羡煞有其事道, 我也不欺负你, 就亲一口, 亲这, 他指了指自己的左脸, 把自己的脸颊戳戳下去几分,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一个老狐狸, 没必要欺负你一个小孩, 你亲我, 我便把温怨放下来, 你若是不亲我, 那我就继续促着, 然后把温怨当沙包一样摔地上去, 温怨不配合地哇哇大哭起来, 温情简直没眼看下去, 虽说不担心魏无羡会真把温怨丢地上, 却还是抱着胳膊, 冷眼看着这几个人闹作一团, 只不过温情对这老狐狸的脾性了如指掌, 蓝忘机可不了解, 闻言神色一讲, 把魏无羡的话当了真, 连忙急声道, 你别闹, 你这小浪蹄子, 居然还敢说我闹, 魏无羡瞪大了眼, 咱们说好了要出关系的, 如今过了这么久, 别说身吻了, 一个蜻蜓点水的吻都八字眉一撇, 见蓝忘机神色微微一将, 眸光有些愧疚, 又倒, 连亲也舍不得亲我一口, 又手伸如玉得很, 再这么拖下去, 即便是你真心实意要帮我, 我也活不长了, 也不知哪个字眼触动了蓝忘机, 小郎君身子一颤, 将这声音道, 不可胡说, 她喉结攒了船, 深吸几口气, 然后便下定决心式地低声道, 你, 你先把温怨放下, 再让温姑娘出去罢, 魏无羡双眸一亮, 你这是要, 只是亲一口罢了, 蓝忘机低声道, 也不知是安慰自己, 还是魏无羡, 不难的, 什么不难, 这副难得, 有些纠结的模样, 显然是觉得, 亲一口魏无羡比, 登天还要难, 魏无羡暗笑, 只觉得蓝忘机这面放红霞的样子, 着实又可爱又好看, 便再也不留恋温怨了, 把吓得哇哇大哭的温怨往温情怀里一塞, 然后把两人冷酷地送出了石洞, 最后当着满面黑线的温情, 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温怨的面, 毫不留情地落下一个账目的结界, 利落干脆地大喊一声, 慢走, 不送, 然后便将两位温氏拒之洞外, 温情冷冷哼一声, 骂了句臭不要脸, 怀里温怨哭得厉害, 只得任命地抱着小孩, 在原地都转着哄伤几句, 正颠着抽抽耶耶的温怨, 突然便见本已经消失的魏无羡, 又弹出个头来, 与回眸的他恰巧对了个正眼, 温情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 将目光从那红肿的唇瓣上离开, 倾可几声道, 这么快便清完了, 魏无羡, 你那小仙君靠不靠谱啊, 莫不是个出家人吧, 魏无羡痴笑一声, 你懂什么? 他手指凝聚起一束光点, 轻蔑地笑了笑道, 我这是出来再设一层消音结界的, 免得你们听到不该听的东西, 蓝湛可厉害了, 你不知道吧? 他, 他话还未说完, 便被里头羞得冒气的小郎君狠狠拽了回去, 在温情的视野里又一次消失了, 听着魏无羡在外头朝着温情吹嘘, 蓝忘机羞得要命, 实在觉得不得再让这狐狸胡说八道, 连忙红着脸, 把人狠狠拽了了回来, 眼前的人一脸得逞的模样, 似乎是为造成当下这尴尬的场景颇为得意, 也怪他蓝忘机, 方才一时气急, 被魏无羡三言两语挑起了火气, 分明只答应亲一亲那人的脸颊, 最终确实没忍住, 居然在那人薄薄的嘴唇上狠狠亲了几口, 其实也怨不得他没忍住, 着实是魏无羡, 又浪又奔放, 明明说好了, 只是轻柔而又相敬如宾的吻一吻脸, 临到蓝忘机红着脸凑上前去, 落下一个吻时又不慌不忙的倒戈, 耍赖倒, 等等蓝战, 蓝忘机被他制止住, 好不容易酝酿起的决心又泄了个干净, 这回脸色红得更甚, 口齿都不伶俐了, 怒道, 你又作甚, 魏无羡, 一不作二不休, 亲脸算什么, 还是亲亲这里吧, 他指了指自己的唇绊, 笑眯眯道, 当下天时地利人和, 温怨那小臭崽子出去了, 温情这沙风景的也出去了, 他轻轻合掌, 美狐当前, 风景浅全, 你别那么客气了, 捅我来点刺激的吧, 蓝忘机又气又羞, 谁要捅你来刺激的, 你呀, 脸皮子怎么就这么薄呢, 魏无羡叹了口气, 亲我一口, 算是便宜, 你了好不好, 你这幅仿佛要掉一块肉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占你便宜呢, 颠倒黑白是非的本事, 若是魏无羡任第二, 全江湖无人感任第一, 蓝忘机深吸几口气, 平息自己急促的心跳, 咬着牙, 仿佛将一字一句 从牙引里挤出一般, 不亲, 魏无羡对他这抗拒的态度毫不意外, 也笑了一声, 就知道你不愿意, 他吹了吹自己的手指, 漫不经心道, 不过蓝战, 先前你不愿同我太亲密, 我还觉得, 是你们姑苏门风向来严厉, 养出了你这个刻板的小狼军, 只是线下一看, 他故意顿了顿, 露出一副啼笑皆非的模样, 倒更像是胆眼稍小, 勇气烧欠, 于那方面嘛, 他凑上前去, 朝着蓝忘机的脸吹了口气, 勾着嘴角一字一句笑道, 好像的确不太行, 蓝忘机被他吹了一口气, 浑身一僵, 待听清楚后, 神色冷冰冰地看他, 你说谁不行, 察觉到那人气息地陡然转变, 魏无羡心肩移动, 下意识朝后靠去, 那还用说, 自然是你呀, 你说我不行, 哼, 你若是真能行, 那为何还要扭扭捏捏个不停, 魏无羡痴笑一声, 抱着胳膊好整以侠道, 你若是行, 那你便证明给我看啊, 诺, 亲这, 他极其配合地撅起嘴来, 来来来, 对准这啃上几口, 别客气, 越多越好, 被人三番四次地挑衅, 即便是修养再好的君子, 也忍不住会动怒, 蓝忘机冷了脸, 你当真要我亲你, 他语气之冷肃坚决, 与先前那股迟疑截然不同, 魏无羡心底不知为何有些紧张, 面上却丝毫不露怯, 只抱着胳膊高深莫测地笑道, 那当然, 你尽管来, 若是我缴械投降了, 便算你蓝忘机, 这是你说的, 魏无羡被他打断, 微微一愣,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妻身上前的人墨地一咬, 唇瓣上传来火辣辣的痛楚, 丝膜相当青涩, 因而那尖锐的牙总是会磨痛他, 他忍不住哼唧出声, 而后趁着间隙推开蓝忘机, 蓝战你等等, 你等等再亲, 蓝忘机发狠地动作顿主, 神色明灭不定地看他, 魏无羡, 你等等我, 我再去设下个消音结界, 你等我回来再站, 不许赖账啊, 过了半晌, 蓝忘机低喘一声, 总算是把魏无羡放开来, 只不过, 虽说是自己, 把面前这人倾成这样, 眼下去目光闪躲, 怎么也不肯朝自己的杰作看上一眼, 两人面对面平息着呼吸, 半晌后, 蓝忘机率先打破了宁静, 你还说我, 不行吗? 魏无羡一愣, 连忙道, 行, 行得很, 太厉害了, 小蓝二公子不明, 则已一名惊人, 以领老妖输了, 甘拜下风, 蓝忘机的耳间, 愈发红地能滴出血来, 敏敏唇, 听着这人对自己赞不绝口, 睫毛扑腾腾地唱个不停, 听到魏无羡那句, 嘴上的功夫那么厉害, 不知道身下那物的技术又怎样时, 再也忍受不了, 拔腿便落荒而逃, 他逃得仓皇, 听见身后传来魏无羡似无忌惮的笑声, 狠狠捂住了耳朵, 只可惜那爽朗透亮的声音, 早已钻进了自己心里, 再也拔出不去了, 行了这档子时, 两人的关系便算是破冰了, 也不知是谁传了出去, 说为老妖怪和新鲁上山来的压寨夫人, 在石洞里亲得如胶似气, 还把魏无羡的嘴皮子磕出血来了, 乱葬岗上的居民一个个淳朴得很, 怎么也没想到, 这看起来若不惊风的小郎君, 竟然生猛如此, 见蓝望鸡和魏无羡和温怨玩在一起, 不由地靠过去, 想要一睹这位新鸭寨夫人, 阿布, 鸭寨夫君的风采, 此般生猛, 称之为鸭寨夫人, 着实有些不妥, 温情不知怎的, 被魏无羡支开了, 因而只剩小小一只单纯的温怨眨着眼, 被魏无羡匡骗地坐进了土坑里, 魏无羡一边朝着坑里兴致勃勃地丢土, 蓝望鸡便不厌其烦地用壁沉剑往外拨着土, 温怨搞不清楚这两人在叫什么劲, 只是按照献哥哥说的那般坐着一动不动, 魏无羡, 蓝湛, 你看看, 这附近人都在看着你呢, 定是你长得太俊太好看了, 他们舍不得不看你, 看你一眼便是赚了一笔, 他说着说着, 突然乐呵一声, 也多亏我眼光好, 给他们掳回来这么一个压寨夫人, 蓝望鸡淡淡掀了掀眼皮, 意味深长道, 压寨, 夫人, 魏无羡, 对啊, 压寨夫人, 蓝望鸡, 哼, 魏无羡朝着温怨脸上丢了把土, 见温怨呸呸几声, 把嘴里不小心近的土脆掉, 蓝望鸡又伸手, 替他把脸擦干净, 突然心头微微一动, 道, 哀怨, 好看哥哥是不是你献哥哥的压寨夫人啊, 温怨不理他, 掰着自己手指弯, 蓝望鸡则是拨开温怨水淋淋的手指, 低声道, 哀怨, 不要吃手, 魏无羡见温怨不理自己, 敲了敲这小屁孩的脑袋瓜子, 嘿, 如今有其他哥哥替你撑腰, 你便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 没关系, 你不回答我, 我便去问别人, 他朝着不远处探头探脑的几个拿着锄头的妇女, 扬声道, 姐姐们, 你们瞧瞧他, 他俊不俊啊, 俊, 俊坏了, 跟您简直绝配, 蓝望鸡脸颊有些烫, 却也不如以前那般反驳, 抿着唇不轻不重锤他一拳, 压低声音道, 魏英, 魏无羡黑黑笑了几声, 朗生与那些妇女一唱一和, 是吧, 他俊我俏, 我也觉得很般配, 般配得不得了, 他转头看向蓝望鸡, 修什么呀你, 修修修, 面皮子这么薄啊, 小郎君垂着眼, 脸颊红扑扑扑的, 不再理会这老狐狸的调笑, 魏无羡见蓝望鸡不理自己, 又朝着那几个农妇道, 你们别夸他了, 他面皮子薄, 这会儿修得跟个蒸炉一样了, 感受到蓝望鸡又称怒地拍自己一下, 老狐狸笑道, 丑丑, 人家觉得你和我般配得很呢, 你这个压寨夫人当得很得民心啊, 不错不错, 再接在丽雅兰战, 蓝望鸡低声, 谁是你压寨夫人, 这狐狸笨死了, 谁家压寨夫人能生猛到 把自己夫君亲的嘴皮子秃鲁皮呢, 温情道, 你说你, 老牛吃嫩草, 魏无羡坐在他面前, 神色难得有些拘谨, 双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 看上去像是个做错式的孩子, 见温情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他连点几个头道, 对对, 就是老牛吃嫩草, 他神色有些沮丧, 蓝湛才多大啊, 十八九岁, 我一个快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的老妖怪, 跟他差的辈分好像着实有些多, 温情挑挑眉, 你居然也会有担心这个的时候, 他想了想到, 其实按照他们修饰那边的算法, 十八岁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了, 再说了, 就算你很老, 看起来也和他蓝忘机差不多啊, 魏无羡挠挠头, 认真一想, 好像的确是温情说的这个道理, 神色顿时释然下来, 你说得对, 我这般英俊潇洒天生丽质, 说我只有十八岁也不为过, 与其担心你是不是老牛吃嫩草, 不如担心担心你这条小命吧, 温情认真的看着他, 出了三四日了, 你和他怎么样? 魏无羡, 怎么样? 嗯, 睡了, 还亲了, 温情, 裹着被子纯睡觉, 魏无羡, 对啊, 你有病吧, 魏无羡, 温情瞪大眼道, 我怎么不知道你, 还是这么纯情的一个人呢, 人都被你掳回来了, 你倒是赶快, 同他双修啊, 他顿了顿, 突然有些迟疑道, 不对, 这么扭扭捏捏, 不像是你的作风, 莫非你, 你真对他有感情了, 也就只有魏无羡这种厚脸皮的人, 被戳穿了, 心事也不害臊, 撇撇嘴, 怎么? 不行吗? 我没有追求真爱的资格吗? 温情皱着眉头道, 那蓝忘机, 对你是什么感觉? 蓝忘机正在洞外陪着温苑玩泥巴, 原本打算折回洞里, 寻一块帕子, 擦一擦小温苑脸上的泥巴, 方形至门口, 突然便听见这两人的声音, 带听清楚内容后, 忍不住将住了身子, 怎么也挪不动脚步了, 只听洞里的魏无羡道,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你觉得蓝湛对我有没有感情啊? 温情, 他带你怎样? 他带我我很好啊, 魏无羡想了想到, 我方才喊他压寨夫人, 他也只是捶了我几下, 没怎么反驳我, 哦, 还有, 这几日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也准我抱着他睡了, 嘖嘖嘖, 想想第一夜, 他那富裂女被轻薄的模样, 怪凶的, 蓝忘机闻言, 啊啊恼火, 这人又有嘴滑舌, 耳间却比他面上更实诚, 已然红得几乎低血, 那不就行了? 你不是最会撩拨别人了, 你一只狐狸弩努力, 把他勾你床上去啊, 魏无羡一惊一炸道, 哎呦, 这怎么行, 不成体统, 你一个女人, 学我满嘴跑火车, 不合适, 温情冷笑一声, 那你倒是想个法子, 把人家心甘情愿 哄到你床上去啊, 这还不简单, 魏无羡朝他自信满满地笑了笑, 往石踏上一座, 正要张口, 突然神色一变, 猛地吐出一口血来, 温情被这变故吓了一跳, 连忙想上去扶他, 却不想洞外卷来一个白色的身影, 抢先一步, 将一口一口吐着血的魏无羡浮入怀, 而后神色苍白地朝温情哑声道, 快救人, 温情连忙捡回神思中的一丝清明, 二指搭上了魏无羡的脉, 眼见着温情神色愈发怪异, 蓝忘机只觉得不妙, 眼眶都微微红了, 他怎样, 温情迟疑一瞬, 摇头, 情况不妙, 可他的结, 不是还有数月之久, 被人说中了自己心中最优之事, 蓝忘机的呼吸有些困难, 定了定神, 强自冷静下来, 立声道, 如何救他, 温情不忍地动了动嘴皮子, 看着面前这个极荒了神的小郎君, 只觉得这小郎君单纯的紧, 面上有些犹豫, 踏上的魏无羡却咕噜一下, 睁开眼坐起身来, 把嘴里的血呸呸一吐, 拉着蓝忘机的手道, 事不宜迟, 双修, 蓝战, 咱们双修, 见魏无羡一扫吐血后的虚弱模样, 蓝忘机神色微微一将, 你没事, 但凡不是个傻子, 此时此刻也一定能后知后觉地, 绝出其中的端倪, 温情见识不妙, 生怕殃疾无辜, 连忙脚底打滑溜了个干净, 果真, 温情身影彻底消失的那一瞬, 不等魏无羡回答, 蓝忘机便眉宇一鸣, 忍无可忍地退后几步, 冷声道, 魏英, 见识不妙, 魏无羡连忙把含在嘴里的血吐了个干净, 硬声道, 诶, 我在, 见这人神色无辜, 蓝忘机器的声音都在发颤, 你怎能, 你怎能开这种玩笑, 他急促地喘息几下, 心头愈发愤怒, 只觉得自己这颗心被人肆意地又揉又捏, 怒火翻涌, 下一秒便退后几步, 冷声道, 你不许碰我, 魏无羡顿住环向他的双手, 连忙举起双手来, 好好好, 不碰不碰, 你别生气, 别气坏了身体, 小仙君难得这般怒行于色, 魏无羡也意识到自己做得着实有些过分, 剑蓝忘机脸上残留着几分劫后于生般的惨白, 连忙软下声音哄道, 别气, 别气了呀, 小祖宗, 你大人有大量, 快消消气, 为我气坏这副身子可就不值当了, 蓝忘机一口闷气上不去下不来, 你叫我如何不气, 见着人丝毫没有消气的念头, 魏无羡叹口气, 重新将那人的手不由分说地攥入掌心, 手上微微一用力, 便把站得远远的蓝忘机一点点带向自己, 耐下性子哄道, 蓝湛, 你别生气了, 他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耐心地哄一个人, 平日里就算是温怨哭个不停, 他也只是把人撂在原地, 便老神在在地走开, 蓝忘机冷哼一声, 偏过脸, 不理会他, 魏无羡, 是我不好, 我不该拿自己的身体, 同你开玩笑, 以令老妖大错特错错地离谱, 你想怎样罚我都行, 我心甘情愿受罚, 绝不会有一丝怨言, 闻言, 蓝忘机不服气地嘟囔一声, 我为何要罚你, 魏无羡理所当然, 你是我的压寨夫人啊, 你自然是要罚我的, 蓝忘机顿时怒道, 你还有嘴滑舌, 虽说如此, 他的神色却稍稍转情, 只不过, 心头依旧气闷, 加之先前被魏无羡一口口吐血的模样, 害住, 心神恍惚, 当下还是有些难以消气, 魏无羡连忙闭嘴, 在嘴唇上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 诚恳道, 好吧, 我不由嘴滑舌了, 蓝忘机冷冷哼了一声, 魏无羡叹了口气, 骂撒一下他的手背, 见小郎君瞪了他一眼, 连忙又胡乱地顺着他的毛驴, 可怜巴巴道, 蓝湛, 是我不好, 我做错了, 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就是别不理我, 我那么喜欢你, 你若是不理我, 我会很难过的, 蓝忘机又瞪他一眼, 于是老狐狸夹紧了尾巴, 算了, 我多说一句话你便多气一秒, 我还是不说话了, 被他半哄半劝, 蓝忘机神色微微放松下来, 闻言沉默半赏, 也觉得不该再同魏无羡吵下去, 看着狐狸这委屈巴巴的样子, 也稍稍有些于心不忍, 沉默片刻后僵硬道, 你身子, 当真没什么大碍, 魏无羡连忙摇头, 没有大碍, 没有大碍, 方才是我故意使内息走岔, 因而才逼着自己吐了几口血, 若是不吐几口, 怎么知道你这么关心我呢? 蓝忘机闻言, 指节微微一颤, 而后又轻声试探道, 那你, 届时应劫时, 也会这般吐血吗? 魏无羡一愣, 认真的想了想, 然后道, 也许吧, 说不定我会吐更多的血, 然后失血而亡, 也说不定我一口血也没吐, 第一道雷劫便把我劈裂了, 见蓝忘机脸色愈发苍白, 魏无羡拍了拍他的手, 你别慌啊, 我这不是还有你吗? 只要在我度节前, 同我双休一次, 自然便逢凶化极了吗? 蓝忘机沉默片刻, 牟底翻涌着几丝微不可查的心疼, 也没否认, 而后低声称怒道, 胡言乱语, 此言诧异, 魏无羡摇摇头笑道, 这哪里叫胡言乱语, 这叫一往情深, 我喜欢你, 自然便会, 哎, 你不许逃, 我就知道你听我说这话, 便要逃走, 他眼急手快地捉住蓝忘机, 不许这人逃开, 怎么? 一听我说喜欢你, 你便要逃跑啊, 我可不许, 你肯定在洞口偷听我和温情说话了, 不然你害羞成这样干嘛, 明明是自己来找这人算账的, 如今两人角色却掉了个位, 蓝忘机耳间一热, 慌忙扬声道, 我并非有意偷听, 魏无羡笑咪咪道, 可你就是偷听了, 蓝忘机微微瞪大眼, 你, 偷听便偷听嘛, 我声音那么好听, 你想多听听, 也没什么好害羞的, 魏无羡语调轻易地哄他, 微不可查地将小狼君圈在了自己的领地里, 察觉到这人像炉子一样往外冒着热气, 笑咪咪咪道, 那你呢蓝战, 你既然偷听我说话了, 你倒是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我了呀, 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更何况这小狼仔一般的蓝忘机, 魏无羡多多地看着蓝忘机闪烁的眼睛, 决心这次一定要把蓝忘机的话逼出来, 他这么好看, 蓝忘机能不喜欢他吗? 蓝忘机闻言, 身子将成一条直线, 什么? 魏无羡不许他躲避, 眼眸一动, 便将蓝忘机悄无声息地圈在自己身边, 别看他平日里总是不着正经的模样, 如今却是似笑非笑地单手拖着下巴, 耐心地重复道, 我问你, 魏无羡道, 你喜不喜欢我? 蓝忘机话音有些制色, 我, 仿佛看透了小仙君的回避和织舞, 魏无羡难得摆起了前辈的架子正色道, 我问你话, 你要说实话, 你若是骗我, 我会很不高兴, 蓝忘机愣了愣, 垂下眼, 脸颊红扑扑的, 我从不说谎, 不说谎是吧? 魏无羡道, 不说谎自然最好, 那我换个法子问你, 你说说, 你是怎么看我的? 你觉得我怎样? 蓝忘机抿着唇, 虽说不发一语, 耳尖却红得出奇, 难为这清心寡遇了十多年的小仙君, 如今面对老狐狸的细细盘问, 居然怎么也憋不出一句话来, 魏无羡, 既然你不好意思开口, 那你觉得我长得好不好看? 俊不俊? 气质好不好? 合不合你演员? 合不合演员这个说法, 无异于问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 蓝忘机低声道, 好看的。 他顿了顿, 咬咬牙道, 俊的。 好的, 演员, 也适合的。 魏无羡文言, 立刻乐不可知起来, 笑得眯起了眼, 呦, 没想到你对我评价这么高啊。 他趁蓝忘机不注意, 飞快伸手撩了聊那人的睫毛, 见那睫毛因为他的动作颤得更厉害了。 朗生笑道, 没想到啊蓝湛, 平日里你一副要多嫌弃, 我有多嫌弃我的模样, 什么都憋着不肯同我说, 连多看我一眼似乎也不肯, 如今看来, 你坏透了。 得了点甜头便卖乖, 说的便是魏无羡这种人。 蓝忘机被坏透了, 痘得脸色飞红, 被人撩了睫毛后, 强自怒声道, 不许动手动脚。 哦呦, 又凶我, 魏无羡, 你很讨厌我这样吗? 蓝忘机, 我, 魏无羡, 这题我会, 你不讨厌, 你非但不讨厌, 反而很喜欢, 还喜欢得不得了, 我说得对不对啊。 兴许是确定了蓝忘机的心意, 魏无羡浑身都轻松不少, 伸了个懒腰便支着脑袋侧躺在榻上, 喜欢便大大方方承认嘛。 喜欢我有什么不好的, 我法力高深, 长得漂亮, 还特别好吃, 你怎么吃我都可以, 清蒸的红烧的不添佐料的, 还是直接脱裤子就上的, 我都受得住。 见那人一秒一会, 他暗示着朝面红耳赤的蓝忘机眨眨眼,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蓝忘机耳尖红得能低血, 怒声道, 不许胡言乱语, 魏无羡被他不轻不重地捶了捶, 你若是不肯吃我, 我长得也好看啊, 留着我只拿来观赏也不错。 再不济, 若是别人问起你道吕是谁, 你把我赫赫大名抱上去, 说你是怡灵老妖名, 没, 正, 取得道吕, 还不得让别人羡慕死你啊。 听见明媚正取四字, 蓝忘机眉宇微不可插一颤, 嘴唇动了动,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半晌后, 他轻轻恩了一声, 算是难得附和了这人的胡言乱语。 果然, 魏无羡见他没有生气, 微微瞪大了眼, 然后微微支起些身子, 难以置信道, 蓝湛, 你不生气吗? 知道这人就想看自己笑话, 骨子里都坏透了。 蓝忘机闷闷哼了一声, 也幼稚地伸手去撩他的睫毛, 没撩中, 便难得冷着张脸, 去捏魏无羡软乎乎的耳朵, 我为何一定要生气? 魏无羡撇撇嘴, 你不生气, 我就觉得不好玩啊。 蓝忘机诞生道, 我不好玩。 他推了推魏无羡的身子, 耳尖还有些红, 垂着眼道, 既然没事, 我便出去了。 魏无羡, 呦, 刚刚同我明确了心意, 转眼便要把我一顾家寡人 丢在这里不管了。 蓝忘机, 你少说几句, 这里的气氛太过暧昧。 两人方明确心意, 纵然他表现得再冷静自持, 也不免有些慌乱, 找个拙劣的借口, 便撞似淡然地朝外走去。 熟料走到一半, 身后便传来那人调笑的声音, 蓝湛, 你走倒是可以走, 只不过走之前, 咱们是不是要商量着, 把双修这件事提上日程了呀? 蓝忘机, 列切一下, 既然你喜欢我, 那咱们便要双修了。 魏无限道, 你先前说, 若要同我双修, 必须先成亲, 不如你, 择个一婚嫁喜宴的日子。 咱们把这清洁了, 怎样? 嘴上问着如何, 语气听起来, 确实这是, 已然毫无商量的余地。 蓝忘机也乐得他主动, 抿着唇坐在他面前, 默不作声地在心底算着日子, 而后轻声道, 甚好。 他顿了顿, 又道, 我一会儿便修书于我叔父, 让他替我们择个良辰吉日。 小狼君丝毫不含糊地云准, 魏无限满意地憨笑几声。 剑狼忘机毫不避讳地 在自己面前写起了书信, 突然道, 哎, 没想到我这棵千年不开花的铁树, 居然也有要成亲的一日了。 他顿了顿, 又道, 不但要成亲, 还要同你双修了。 蓝忘机手顿了顿, 而后瞥他一眼, 你的桃花, 似乎并不少。 魏无限黑黑笑了笑,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再多也不管用。 捕捉到蓝忘机微不可查的丝丝醋意, 他捏准了这人的喜好道, 桃花固然是多, 可纵然野花野草千千万万, 我指责你一朵, 这说明什么? 蓝忘机好奇地看他, 说明什么? 魏无限但笑不语, 突然凑近了些, 朝着蓝忘机的耳朵吹了口气, 说明我只好你这口呀。 蓝忘机微微一正, 心头莫名浮起几丝窃喜, 面上却是冷着面孔将那老狐狸的脸推开来, 诞生道, 油嘴滑舌, 魏无限被他推开也不恼, 抱着胳膊, 目不转睛地打亮着垂眼写字的蓝忘机, 越看越欣喜, 而后突然道, 既然婚事定下来了, 那你可是愿意同我双修了? 听见双修二字, 即便是蓝忘机这些日子, 已然听了这个词千遍万遍, 手却依然忍不住微微一颤, 而后趁怒道, 你便总是惦记这些。 魏无限无辜道, 我不惦记这些惦记什么, 我喜欢你喜欢得紧, 想同你亲近和错之友。 他突然笑了笑, 再说了, 蓝湛, 你不是也喜欢我吗? 难道你不想好好干我一顿? 蓝忘机脸色胀红, 你。 魏无限念及他脸皮子薄, 凑上去神秘兮兮道, 昨天晚上睡前, 咱们俩不是亲了一顿骂?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东西抖擞得很, 睡觉的时候一直顶着我的腿呢, 蓝忘机猛地一颤, 笔啪的一声落在桌上, 耳尖红得低血, 下一瞬惊慌地站起身来, 你, 魏无限舔了舔嘴唇, 怎么? 你想抵赖不成。 我这些年虽足不出户, 可我也知道, 你们姑苏蓝氏有一条家规说, 不可口出妄语。 你敢说, 昨夜你没对我产生非分之想? 蓝忘机脸色通红, 你, 魏无限故意哼哼唧唧道, 嗯? 蓝忘机咬牙看着他, 而后闷闷地别开眼, 我有。 魏无限得寸进尺道, 有什么呀? 蓝忘机垂着眼, 眼睫颤个不停, 我有, 对你产生非分之想。 魏无限笑了笑, 这还差不多。 他见蓝忘机胸口一起一扶, 显然是再难入定写信了, 索性再逗一逗这小少年的薄薄面皮, 你不止昨晚顶着我, 你前几日毫无例外, 都顶着我呢。 蓝湛, 你这是吃什么长大的呀, 怎么能长得的这般好? 蓝忘机将自己出牙缝, 你别说了。 好吧好吧, 不说了。 你的小蓝湛这么厉害生猛, 我也不能落下风。 魏无限煞有其事地挠了挠自己的下巴, 笑道, 我秦学浩问得很, 一会儿便叫温情下山买几本画册上来, 好好观摩吸收一下其中精髓。 我现在呢, 便去再睡上一觉, 养好精神, 准备好届时同你翻云覆雨大干一场, 保准让你累得不行。 他说完话, 似乎觉得扳倒了蓝忘机, 一线红色的衣摆便悠悠朝着踏边走去。 蓝忘机眸光闪烁地看着他悠然自得的背影, 脸颊虽然还在发烫, 心头却突然变窜起一股火来。 老狐狸多年不问世事, 对那档子事又是半知半解, 似乎还对两人体力一世有着莫名其妙的自信, 总在他面前端着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看他到时候怎么让这狐狸吃不了兜着走。 同蓝忘机敲定了双修不双修这个问题后, 乱葬岗上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也许是蓝起人低估了魏无羡臭不要脸的程度, 又或者是被自己小白菜信里那副非魏无羡不可的腔调, 深深震撼。 收到蓝忘机的信先是崩溃了一日, 而后面如土色地派了蓝西辰亲自前来乱葬岗, 以勘察这两人是否真的是这般浓情蜜意。 魏无羡对此喜闻乐见, 四手五入一算, 他便是要见蓝忘机的家长了。 于是早早在蓝西辰到来之前, 特地把自己打扮一番, 最后在得到小仙君第一百个无可奈何的好看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 轻轻蓝忘机软乎乎的脸罢了羞。 蓝西辰奉命前来时, 便见对面两人并肩而坐, 看上去便是赏心悦目, 般配得紧。 他本来便不如蓝起人那般对魏无羡有意见, 于是忍不住轻笑一声, 温声道, 旺鸡,你可是自愿的。 兄长, 蓝旺鸡点头道, 旺鸡是自愿的。 魏无羡在一旁插嘴道, 他当然是自愿的, 你们家的小白菜你们自己还不懂吗? 他似笑非笑道, 若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即便是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他也不会动一根手指头。 我怎么可能胁迫得了他? 我疼他还来不及呢? 这话说得直白有理, 蓝旺鸡一正, 眼眸微微一动, 似乎是为这番话有些动容。 蓝西尘则是若有所思地看了魏无羡一眼, 别开眼时, 眼底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 的确在理。 事已至此, 旺鸡自然是不必多说, 若是魏公子能带旺鸡一心一意, 那这婚事, 便定在五日后的正月十六叔父亲自算过了, 正月十六一半婚嫁, 一半喜事。 你们俩看看, 如何? 蓝旺鸡自然是没有意见, 只不过听见婚嫁二字时, 耳间不争气地红了红。 魏无羡也满意地点点头, 难得这儿八经道, 那今后入了蓝家, 便请各位多多包涵魏某了。 蓝旺鸡脸一红, 在桌下悄悄凝了凝着人的胳膊, 面上却依旧端着一副纹丝不动的模样。 蓝熙辰笑道, 应该是请魏前辈多多包涵我们吧。 他显然是惦记着, 之前不打一声招呼, 便将蓝旺鸡掳走的事情, 眼下见把话带道, 便故意扬声道, 魏公子可有滔天之能, 在姑苏蓝氏重重进之下, 神不知鬼不觉将旺鸡掳走, 短短几日, 便哄得旺鸡修书一封, 说要与你成亲呢。 他见蓝旺鸡一瞬间僵直了身子, 故意逗起了自己的弟弟, 笑道, 旺鸡, 舒服气坏了, 在房里对着空气, 骂了魏公子一整宿, 你自己看着办吧, 回去见了他后, 好声哄哄他。 旺鸡明白的, 蓝旺鸡见魏无羡在一旁幸灾乐祸的滴滴窃笑几声, 红着耳间瞪他一眼, 还不是赖你。 魏无羡, 赖我, 赖我。 他想了想, 又道, 这样吧, 蓝小兄弟, 阿布, 兄长, 你回去转告蓝启仁老先生几句, 就说我魏无羡嫁去你们蓝家, 定当好, 好, 福, 是你们家这颗根正苗红的小白菜。 他故意笑着, 朝脸色通红的小狼君眨眨眼, 暗示意味十足, 定然不会惹出祸端, 扰他老人家的清静。 蓝旺鸡递给他一个闭嘴的眼色, 谋中警示意味十足。 见蓝溪尘笑着点头, 魏无羡突然嘴一瓢, 又道, 而且我长得这么好看, 法力又那么高深, 你们家蓝战见我第一眼的时候, 便被我迷得神魂颠倒, 那夜若不是你请我愿, 我又怎能将他带出云深不知处? 他恨不得整日与我亲近, 相处下来这些日子, 更是对我难以割舍, 他会有不喜欢我的可能吗? 不, 可能 蓝溪尘一愣, 啊, 竟然如此, 原来旺鸡是愿意与你走的呀。 蓝旺鸡脸红得很, 不发抑郁。 我呢, 长相俊美, 妖宫也不错, 平常也温柔如水, 试弄有方, 很得蓝战心意。 他朝着略微有些愣正的蓝溪尘, 逼逼赖来一番, 拉开蓝旺鸡, 恼羞成怒, 捂住自己嘴巴的手掌, 挣扎道, 您同蓝老先生说说我的好话, 多夸我一些, 免得蓝老先生总计恨我掳走蓝战的事, 每日都同鹰损一般, 汪我千遍百遍。 这狐狸笨死了, 若是兄长当真这么转告, 叔父定然是要把魏无线弯成碎片, 都解不了气了。 成亲那日, 怡陵老妖四处散财, 洗清一条红断, 从怡陵直直扑去了云深不知处, 沿途敲锣打鼓, 好不热闹, 银得看热闹的人促成一团, 就这么一路匡匡地敲到了姑苏山。 姑苏蓝二公子与怡陵老妖成亲阵仗之大, 实在是开了大家的眼界。 几番折腾, 三拜过后, 好不容易, 魏无线才风风火火地把蓝望鸡推入了洞房。 他脸上的红盖头还没来得及接掉, 便已把将愣正的小仙君推倒在榻上, 恶声恶气道, 憋不住了, 好夫君, 快来给娘子我亲一口解解馋。 他不激蓝望鸡面颊一下, 眼见着那脸颊由白皙变为烟红, 方才若不是念着在你叔父面前刷刷好感, 我早便亲你了。 身下是松软的红榻, 蓝望鸡被他摁在榻上亲也不挠, 温柔地回应几下, 而后微微勾了勾嘴角, 哦, 魏无线, 聊了我又不负责, 你是不是故意的? 蓝望鸡, 我何曾聊你不管? 你还狡辩? 你什么时候这么伶牙俐齿了? 不许你伶牙俐齿, 魏无线虎脚蛮缠, 谁教你穿婚服穿得那么好看? 把我魂都勾走了。 蓝望鸡, 是你定力不足, 你还骂我? 魏无线撇撇嘴, 跨坐在小仙君身上, 突然恶向胆边生, 俯下身去, 飞快地亲了蓝望鸡一口。 好, 好夫君, 你怎么这么凶啊? 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吗? 夫君二字一出, 蓝望鸡眼眸墨地瞪大。 竹影摇曳, 烛火倒映在他浅淡瞳孔的深处, 半晌后, 他迟钝道, 依你。 魏无线笑了一声, 又在小仙君软软的唇半上开了把油, 这才翻下身去道, 算你识笑。 来来来, 喝合锦酒, 喝完咱们便来双修。 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微微一愣, 等一下, 你们姑苏蓝氏是不是有条规矩, 不许你们喝酒啊?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蓝望鸡道, 是, 魏无线把酒杯收回, 那这酒你还是别碰了, 省得你舒服恼你, 到时候又连带着觉得我不乖, 不给我好脸色看。 蓝望鸡叹口气, 不由分说地把酒杯夺来, 我要喝的。 魏无线愣了愣, 蓝战, 你这是要为我破戒啊。 蓝望鸡脸颊微微一红, 点点头。 啊, 魏无线眸光微微一动, 突然颇为动容地抱着小郎君蹭了蹭, 感动得一塌糊涂。 蓝战,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的第一次喝酒给了我, 初吻给了我, 待会儿第一次访试也要给我。 真好, 真好, 我一向待你好。 好好好, 你最好, 我最喜欢你了。 魏无线兴高采烈地拨鸡胎一口, 把小仙君轻得红扑扑地冒起, 这才心满意足道, 来来来, 喝喝尽酒, 喝往我们边大闹一场。 我前日下山买了好些书, 懂了不少东西, 咱们多来几个姿势, 这是你的第一次, 我保证配合你, 让你快活得很。 这话说得粗鲁, 却相当吸引人。 蓝忘鸡敏敏唇, 红着脸点点头, 拿着酒杯时, 毫不迟疑地同魏无线交警一饮而尽, 而后魏无线哈哈笑了几声, 亲了亲蓝忘鸡, 因为酒衣热乎乎的脸颊, 开始利落地拖起了衣衫, 兴高采烈道, 来吧来吧, 事不宜迟迟则生辩, 蓝湛你来, 帮我解一把外衫身后这个扣, 我够不着。 他叫了几声, 发现身后很是安静, 微微一愣道, 蓝湛, 身后无人应答, 魏无线心头疑惑, 忍不住回头一探究竟。 这一回头不要紧, 只见蓝忘鸡居然支着下巴和啄眼, 手里捏着喝光了的酒杯。 因为睡了过去, 鼻息清浅, 居然雾字睡得香甜。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夫君洞房前突然睡着了, 这可叫他, 这个娘子咋办啊? 我叫魏无线, 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因为我的夫君蓝忘鸡, 在同我零肉合一的, 前一秒睡着了。 这很让我震惊, 没想到姑苏蓝氏的蓝二公子, 酒量居然差到这个地步, 不过没关系, 吃一欠掌一掷, 洞房不急于这一时。 眼下我和蓝湛结为名正言顺的道理, 才是最重要最快活的要解释, 至于双修嘛, 爱情都来了, 双修还会远吗? 如此这么一思量, 魏无线便想通了。 他任命地叹了口气, 替睡着了的蓝忘鸡, 轻轻包去了大红色的外袍, 然后微微弯下腰去, 想将蓝忘鸡扛到榻上去睡。 俯将人背至肩上, 背上的人突然微微一颤。 魏无线回头看去时, 便不偏不已, 正巧落入一双逐渐清明的眼神中。 这人醒酒, 居然能醒得这般快。 魏无线愣了愣道, 啊,蓝湛,你醒了。 蓝忘鸡趴在他背上, 眨了眨眼, 他花了些时间, 琢磨此时此刻非同一般的情况, 而后轻轻地拍了拍魏无线的肩膀, 示意狐力把自己放下来。 然后双脚落地的那一瞬, 当着魏无线的面, 毫无征兆地一把扯下了自己的抹额。 魏无线, 卧槽, 见蓝忘鸡把抹额解下来, 似乎想要套在魏无线的手腕上, 魏无线连忙将其夺过手中, 二话不说地朝着蓝忘鸡额头上绑去, 蓝湛你看清楚点, 这不是绳子, 是抹额。 墨额, 他见蓝忘鸡不听话地晃起脑袋, 不配合他记抹额的动作, 震惊道, 蓝湛你怎么了? 你连你抹额都不记了。 不戏? 蓝忘鸡脆声声道, 你戏? 什么不戏我戏的? 你把家归忘干净了? 蓝额怎么能拿来开玩笑, 话音未落, 魏无线愣了愣, 看着蓝忘鸡有些失神的目光, 突然扶至心灵, 小心翼翼揣测道, 蓝湛, 你是不是醉了? 蓝忘鸡点点头, 然后又反应过来, 摇摇头, 好吧, 看来你是醉了, 还醉得不轻, 魏无线心下了然, 叹了口气, 算我倒霉, 小祖宗, 难怪你家不许你喝酒, 就你这酒量, 谁伺候你谁倒霉, 那你现在是要睡觉, 还是捅我双修啊? 也不知哪一个词触动了小仙君, 原本昏沉的目光一动, 蓝忘鸡眼睛一亮道, 双修, 我靠, 魏无线看了看他有些微妙的激动模样, 谨慎道, 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你问我要不要捅你双修? 蓝忘鸡点头, 震声道, 我要捅你双修, 我靠, 蓝湛你小声点, 你这么大声, 整个云深不知处都知道我们要双修了, 魏无线飞快地捂了一下他的嘴, 突然话锋一转, 提起双修你便这么激动, 说吧, 你是不是早便想捅我做那档子事了, 蓝忘鸡毫不犹豫, 嗯, 魏无线, 哎呀, 蓝湛你太坏啊, 我还以为你不急着捅我双修呢, 想双修就早点跟我说啊, 何必要等成亲以后吗? 他亲密地抱住眼眸微动的蓝忘鸡, 丝毫没有察觉到那人伸向自己衣带的手, 反正我横竖都是你的人了, 一颗心完完全全给了你, 怎样都跑不掉的, 这成亲不过是给我盖了个名正言顺的戳罢了, 提前开开婚也没什么不好呀, 蓝忘鸡一面宽着他的衣, 一面坚定摇头, 不好, 哟, 醉了还这么有原则, 魏无线嘖嘖嘴, 行吧, 我看你线下晕乎乎的, 不像是能双修的模样, 我嫁给你又不是为了和你双修, 你先睡会儿, 我去给你温一壶行酒汤, 面前这人醉着, 说话自然不会过脑, 他也不等蓝忘鸡回应, 抽身便走, 还没走几步, 突然便发觉自己的腰带被人从身后坏心眼的一勾, 竟然就这么轻飘飘地散开了来, 腰带原本便被他自己解开过一次, 后来见事态突转, 便只是被魏无线随手松垮地寄回了腰间, 这箱被蓝忘鸡默不作声地扯开, 魏无线忙慌了手脚, 拢着自己随之松散开来的衣襟道, 蓝湛你干嘛, 非礼物事啊, 你快把腰带还给我, 我这么出去, 有伤风化, 蓝忘鸡嗡嗡两声, 却是逼近一步, 开始坚定不移地扯起了他的内衫, 魏无线慌了手脚, 被这人不知何时除下的抹额, 三下两下捆得几紧, 只剩下一张嘴能够自如地说话, 魏无线, 我靠, 蓝湛, 你够狠, 别扒了, 我衣服都一件不剩了, 不行, 不行, 我受不了了, 魏无线捶了他几下顿声道, 蓝湛我好难受, 咱们这方法是不是用错了,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蓝忘鸡吭吱吭地埋头干活, 不会错, 魏无线浑身一眼, 眼角突然挤出几滴泪来, 嗯嗯, 我不行了, 好难受, 你顶到哪里了, 我怎么这么难受, 啊, 他边喘边哭道, 蓝湛, 再这么下去, 会不会搞出人命来啊, 咱们歇歇, 哥哥, 也不知是听见了什么词, 蓝忘鸡眼睛一亮, 人命, 魏无线, 对啊, 我说的便是人命, 人命关天啊, 咱们别双修了, 快停一停, 蓝忘鸡突然狠狠一个躁弄, 好, 这便声, 被蓝忘鸡摁在踏上凶猛的吸水时, 魏无线除了呀呀的叫唤, 嘴里便便什么话也说不出, 浑身过了电, 脑子里一片空白, 魂魄也仿佛要被这人的嘴吸走, 魏无线道, 蓝湛, 你属狗的, 闻言, 蓝忘鸡抿了抿唇, 神色间满是歉疚, 每听着这人捂着腰哀哀哀哀哀的叫唤一声, 他眉宇间的歉疚便更浓厚一分, 轻轻吸了口气, 认真道, 嗯, 他从酒意中醒来时, 已是凌晨时分, 着实被身旁魏无线浑身上下的惨状吓了一跳, 慌忙抱着这人清洗一番, 好不容易忙活到了天亮时, 借着微弱的日光, 一眼便看见了, 桌上一小瓶可以说的上市救命也不为过的金丹妙药, 也不知是谁极有眼力见地, 在两人入洞房前, 提前摆了一小尊冰冰凉凉的药油, 小仙君虽说没见过, 却无端闹了个大红脸, 于是, 蓝忘机驮红这一张脸, 顶着内心的煎熬和羞难, 细细地涂抹完了那人身上的亲子, 而后在魏无线第一百次念叨蓝战, 你属狗的时候, 轻声道, 是我的错, 魏无线有气无力看他一眼, 对, 就是你的错, 他懒洋洋地伸了伸手, 撅起嘴来, 蓝战, 我没力气了, 你抱我坐起来, 蓝忘机先是碰了碰那人的唇瓣, 而后连忙伸出手去, 把人搂在怀里, 牵拉着坐起了身, 在魏无线坐直的那一瞬, 他眼急手快地将枕头脱至那人身下, 免得使魏无线那本就破碎不堪的身子, 在受什么别的创伤, 见魏无线靠在他怀里, 皱着眉, 适应着不适感, 蓝忘机轻声道, 还疼吗? 魏无线细细感受一番, 眉头松开了些, 而后打了个哈欠, 不疼了, 就是酸得厉害, 还有些胀, 好像还有些和不拢, 蓝湛, 你不会把我这身子给玩化了吧? 这么细致入微的描写, 听来着实有些面红耳赤, 蓝忘机一正, 脸颊蹭得红了, 你, 他呼吸微颤, 努力遏制住那再一次翻涌的心绪, 急声道, 我只是问你疼不疼, 并未教你说这些婚话, 反将一军, 魏无线心头解气, 一扫因为昨夜崩溃哭泣的郁闷, 抱起胳膊道, 怎么? 害羞了, 他摇摇头, 似真似假地叹了口气, 不是我说你, 都是什么都做过的老夫老妻了, 你这脸皮怎么还薄得没长进啊? 见蓝忘机脸颊红得能低血, 魏无线看得有趣, 挑挑眉一笑, 不愧是憋了好生酒的蓝二公子, 折腾我的时候, 力气又大又凶, 文技也没点章法, 活像是要把我吞进去嚼碎了一般, 改天必须拉着你好好学学技术才行, 动作也没大没小, 我叫你歇会儿你也不歇, 我怎么也算你半个江湖前辈吧, 这般顶撞前辈, 还不听前辈的指挥和劝阻, 你亲自瞧瞧, 是不是把我给戳伤了? 蓝忘机坐在他面前, 把褥子攥成了一团, 没敢看他, 红着脸低声道, 是我不好, 既然知错, 魏无线抱着胳膊, 那你要不要拿出点知错就改的诚意来, 蓝忘机微微一正, 我今后会看书, 也会好好探讨, 小夫君如愿落入了圈套, 魏无线心满意足点点头, 忍不住笑了一声, 他越笑越开心, 凑上前去亲了亲略嫌委屈的蓝忘机一口, 真怪, 我喜欢, 你也别急于求成, 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呢, 总要有个过程的, 蓝忘机转眸看着他, 神色复杂, 只觉得这番话并未安慰他多少, 我会好好学, 魏无线故意逗他, 你怎么学, 看春宫, 何必这么麻烦, 我不就是活生生一本春宫吗, 你有不懂的, 问我不就行了, 蓝忘机垂下眼, 你懂得也不见得比我多, 谁说的, 魏无线一个机灵, 顿时被激起了几分火气, 附上身去便交换了一个绵长的吻, 分开时两人四目相对, 呼吸均有几分紊乱, 蓝忘机眼底闪过几丝促暇, 也不过如此, 然后像是为了争个输赢, 他也强势地, 按着魏无线的后脑勺, 栖身上前, 与之交换了一个比方才, 还要火热的蜡纹, 分开时, 魏无线气喘吁吁地, 把头抵在他肩前, 断断叙叙道, 算了, 算了, 我一个前辈同你争什么输赢, 这轮就算怡灵老妖甘拜下风, 是蓝二公子赢了, 蓝忘机, 认输了吗? 魏无线, 认什么认, 不认, 蓝忘机, 当真不认输, 魏无线, 不认, 那好, 蓝忘机看他一眼, 突然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蹭了蹭魏无线温热的脸, 我认输, 魏无线微微一正, 抬眸看他, 一时竟看不出这人心里头究竟打了什么算盘, 蓝忘机见这人警惕, 心头一软, 亲了亲昨夜那双哭的有些烟红的眼角, 温声道, 不急于一时, 魏无线下意识地打了个颤, 岂也怪哉, 怎么动了个防霜了个羞, 自己的道理好像也变成了一只千年老狐妖呢? 魏无线喘息着, 攀上蓝忘机汗湿的肩头, 认真感受了一下体内刻骨铭心的触感, 突然有头眉尾地笑了一声, 笑声很快活, 怎么也不太符合当下的遗拟情形, 见这人还有力气笑, 蓝忘机停下动作, 喘了口气道, 怎么了? 魏无线, 我在想, 我好像是见过你小时候的模样的, 他挤了几眼, 没想到那时候, 那么粉雕欲拙的一个小孩, 长大了, 居然能这般凶神恶煞, 凶神恶煞在何处, 自然是不言而喻, 蓝忘机有些害羞, 却只是亲了亲魏无线的唇角, 明知道这会儿不是聊天的好时候, 却还是忍不住好奇道, 你识的我, 识的, 魏无线脸颊被那突如其来, 狠狠地一记冲撞, 顶得飞红, 含糊道, 当然识的, 魏无线是见过蓝忘机小时候的模样的, 他那时自知名声不佳, 便鲜少下山, 虽常居于乱藏岗之上, 但当姑苏蓝是清衡君次子出生的消息, 一传时时传百, 浩浩荡荡传至山脚下时, 耳边也免不了多了几句先门八卦, 会看面相的人说, 蓝二公子长得格外别致, 长大后定然是个漂亮仙君, 据说, 这人生了一双剔透干净的眼, 心有杂念的人看了免不了自贱行贿, 一双眼居然能干净成这样, 他父母疼他疼得格外紧, 便刺名一个站字, 似乎是希望他一世都能如这双眼一般, 战轻纯净, 不染灼碍, 于是魏无线难得下山一趟的时候, 便好巧不巧, 正正遇见了方满六岁, 随着族中长老前来宜邻游历的蓝二公子, 小蓝公子同长老被迫分开迷了路, 抱着一柄长剑, 正有些愣正地站在人流之中, 魏无线彼时还不知这人是自己的命定之子, 却不知为何动了隐策之心, 虽说易了容, 却还是拉低了自己的斗笠遮住脸, 穿过层叠的人群, 轻轻站定在了蓝望鸡面前, 面前笼罩下一片阴影, 蓝望鸡微微一震, 抬起头, 你, 魏无线朝他眨眨眼, 悄悄替他挡住了直射而来的刺目日光, 小蓝公子, 你好呀, 小蓝望鸡微微猝起眉头, 你认识我, 当然, 魏无线笑了两声, 小蓝二公子鸣声在外, 今日一见, 风骨颇佳, 仙气飘飘, 真好, 真好, 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比一浪优秀, 闻言, 小蓝望鸡眨眨眼, 连忙行了个礼, 不敢当, 当得起, 魏无线弯着眼, 又弯下歇腰,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站在这呢, 你家长辈呢, 你可是迷路了, 蓝望鸡眼神一按, 嗯, 魏无线了然, 直起身子安慰, 别担心, 来一陵的人常会迷路, 这地方弯弯绕绕的地方多, 迷路很正常, 他背在身后的手, 悄悄放出一个小指人, 你就站着别动, 我敢说, 不出三炷香的时间, 你家里人很快便找到你了, 明明这人端着是一副再普通不过的男子皮囊, 声音却很是轻悦, 蓝望鸡抿了抿唇, 不动声色地退后一步, 拉开两人的距离, 轻声道, 我不急的, 魏无线笑咪咪道, 真厉害, 你不害怕吗, 你就不怕我是什么坏人, 这会儿正准备拐跑你, 蓝望鸡看着他, 你不坏, 魏无线, 哦, 何以见得, 他心头微微一动, 突然忍不住道, 我很凶的, 许多人都怕我怕得紧, 根本不敢招惹我, 他们都说我坏, 说我不是什么好人, 还叫他们的小伙伴们躲着我, 不同我来往呢, 也有许多人不与我玩, 蓝望鸡眼眸微微一动, 拙劣地安慰道, 没关系的, 你莫要难过, 魏无线沉默一瞬, 看着这小小一只少年, 突然笑了一声, 魏无线, 嗯, 我的确不坏, 谢谢你啦, 你是第一个说我不坏的人, 他站起身来, 算了算那蓝家长辈, 循着小纸人赶来的时间, 朗生笑道, 好了, 不出一炷香时间, 你家里人便寻到你这来了, 我先走了, 蓝望鸡连忙道, 你要走了, 魏无线, 做好事不留名, 我便依你的言, 做一次货真价时的大善人, 他见蓝望鸡眸光闪烁过一丝微不可查的不舍, 突然道, 那我同你说了那么久的话, 你要不要谢谢我, 蓝望鸡一愣, 谢你什么, 魏无线理直气壮道, 谢我说话, 陪你姐妹呀, 蓝望鸡, 你想我怎么谢你, 魏无线突然弯下腰, 指着自己的脸笑道, 好说, 你亲我一口吧, 蓝望鸡呼吸一致, 你, 逗你的, 你还当真啦, 魏无线哈哈一笑, 顺手捏了把小仙君的脸, 摇身一闪, 不打去你了, 我走了, 既然不许我亲你, 我捏捏你的脸总可以吧, 见蓝望鸡红着脸不说话, 算是半个默许, 魏无线忍不住心头大乐, 你夸我是个好人, 我很开心, 那我也给你个谢礼, 他在自己唇绊上抹了一把, 轻轻印在蓝望鸡的脸颊上, 送你了, 收好, 不用谢, 你说什么, 魏无线道, 我可以生小狐狸, 温情有意道, 嗯, 对, 书上的确是这么说的, 他皱着眉头, 似乎是在努力回忆着所约内容, 而后坚定道, 我记得不错, 通俗点说, 像你这种修炼了九千年, 又渡了节的老妖怪, 若是同蓝望鸡奴把力, 的确是可以生小狐狸的, 魏无线又惊又喜, 也不计较温情, 变着法子骂自己老狐狸了, 蹭得一下站起身来, 此话当真, 当真, 比真金还真, 温情眨了眨眼, 那你和蓝望鸡是怎么想的? 蓝望鸡, 他想要一个属于你们的孩子吗? 魏无线微微拔高了些声音, 笑道, 当然了, 蓝战可想要一个孩子了, 先前同他洞房双修的时候, 这人偏咬着孩子这事不放, 狠狠顶了我一通, 顶得我, 可以了可以了, 温情面无表情地举起手来, 多余的话不必再说了, 你还是闭嘴吧, 温情说, 活足天生血脉, 编异于常人, 因而受孕生子, 根本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 只不过, 若是想要怀有身孕, 也极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凡事都离不开一个原字, 缘分到了, 孩子自然便来了, 能为蓝望鸡, 但遇下二人的骨肉, 魏无羡心头格外欢喜, 温情后脚刚离开了云深不知处, 他前脚便迈进了后山, 在一簇簇野兔之间, 寻到了人气王蓝望鸡, 不管不顾地, 朝着蓝望鸡怀里蹦去, 蓝战, 接住我, 蓝望鸡被他漠然地出现惊了一惊, 下一秒眸光一沉, 反应极快地接住了跌在自己怀里的人, 魏无羡冲过来的势头太猛, 饶视蓝望鸡臂力再好, 也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低声道, 温姑娘走了, 魏无羡仰起头来亲她一口, 走了, 刚走不久, 我想你得狠, 便来找你了, 蓝望鸡轻呼出一口气, 眼底藏着些笑语, 嗯, 自打两人成了亲后, 蓝望鸡便愈发成熟稳重, 寻常的一些普通小把戏也在逗不得她, 魏无羡兴致缺缺的撇撇嘴, 朝着那堆兔子看了一眼, 蓝湛, 我这么会儿不在, 你就被这些兔子拐跑了, 蓝望鸡诞生道, 飞也, 魏无羡, 哼, 兔子有什么好瞧的, 我比他们好看多了, 蓝望鸡欣然, 的确, 有眼光, 会说话, 我喜欢, 既然你这么会讨我欢心, 我便礼尚往来, 给你个奖励, 魏无羡闻言, 笑眯眯的撩了撩她的睫毛, 见仙君被自己闹得眸光流转, 心头微微一动, 温情说, 我可以生小狐狸, 蓝望鸡懒在她腰间的, 手轻轻一颤, 眸光一动, 什么? 我说, 我可以生我和你的小狐狸了, 魏无羡笑道, 怎么了你蓝战, 傻了, 不就是生小狐狸吗, 洞房的时候, 你便对这是耿耿于怀, 以后你要生几只, 便生几只, 我都听你的, 蓝望鸡喉结攒了团, 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见魏无羡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突然道, 可你会很痛, 嗯, 痛, 魏无羡一正, 反应过来时, 心头突然一暖, 忍不住亲了亲蓝望鸡的眼睛, 轻声道, 痛什么痛, 才不痛呢, 我可能忍了, 这点小痛不算什么, 蓝望鸡呼吸一致, 眉头紧锁, 那便不生, 啊, 我说, 蓝望鸡冷声重复道, 我们不生, 或, 好你个蓝战, 老狐狸心头又气又好笑, 故意道, 那我偏要生, 我不但要生, 还要生一对又白又胖的龙凤胎, 蓝望鸡恶狠亲他一口, 我不帮你, 你便生不得, 魏无羡, 省省吧你, 你忍得住吗? 蓝望鸡, 忍得住, 魏无羡气急返笑, 行啊你, 有骨气, 那咱们便都忍着吧,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谁最后忍不住要爬到我床上来, 分房睡, 分房睡, 咱们今日便分房睡, 这次我必须要赢, 说分便分, 魏无羡存心斗他, 动了真格, 连夜抱着枕头离开了静室, 竟真不打算和蓝望鸡共枕了, 他吭哧吭哧搬着东西, 蓝望鸡便在一旁站着, 闷闷地看着他搬着床具, 抿着唇不吭声, 眼角却尽是隐忍地委屈, 两人赌气一般熬过了第一宿, 第二宿时, 蓝望鸡正要独自一人睡下, 有一道影子突然从窗户里窜了进来, 急不可耐地扑进他怀里, 他心里早有预料, 因而将人飞快地搂入怀中, 略带笑意地叹了口气, 而后亲了亲那人的额头, 魏无羡在他怀里委屈地 哼哼唧唧, 软声道, 好蓝战, 我认输, 我想死你了, 你大人有大量, 便从了我, 咱们今日还是睡一起吧。 魏无羡的肚皮, 显怀得愈发明显了, 怀胎七月, 本便该显怀得明显, 只不过也不知 是不是魏无羡身为妖族的原因, 他的肚皮与寻常有孕七月的 普通人比起来, 似乎大上了一圈不止, 像是一只成了许多水的气球, 看上去格外稀奇, 且不但肚子大了, 他的胃口也随之大了起来, 这人平常分明只需要一日三餐, 如今一日四餐, 一顿饭要吃上两三大碗, 还必须把饭菜扒辣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 才能意犹未尽地摸着肚子道, 好了, 吃了个八分饱, 应该不会饿着肚子里的臭崽子了。 蓝忘机为此有些紧张, 中途请来温情, 替老狐狸枕了好几次卖, 每次却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最终找不得原因, 只得归咎于这人体质特殊, 不可用常理推断, 因而肚子里的小狐狸胃口也格外地大, 使得胃无限饭量翻了个倍, 人是健康了, 可多吃终究是不好, 于是见胃无限总是一副吃得不尽性的模样, 蓝忘机最终也不得不约束这人一番, 坚决地推开了胃无限地来的空碗, 严肃道, 不能再吃了, 魏无限拿碗的手一颤, 委屈巴巴道, 可是蓝湛, 我饿, 蓝忘机铁血无情道, 那也不能再吃了, 魏无限, 可我饿啊, 我吃不饱, 肚子里这小家伙也饿啊, 你不给我吃饭, 便一次饿着了两只狐狸啊, 蓝忘机眸光微微一动, 被这人晃了晃神, 却依然难得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重复道, 那也不能再吃了, 怀肉政策无用, 魏无限便立刻变了脸, 蓝湛, 你可是嫌弃我把你们家吃穷了, 蓝忘机凑上去, 亲一亲魏无限的脸, 我不曾这么说过, 你不这么说过, 那你便想过了, 见蓝忘机摇头, 魏无限道, 那你怎么突然不许我吃了, 你吃太多了, 蓝忘机诞生道, 少吃些, 对身体好, 魏无限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仔细想了想, 发现蓝忘机的话, 的确是有几分道理, 自己经个百月, 吃得好像的确多了些, 因而他叹了口气, 难得颇为善解人意地, 啃了啃蓝忘机的耳朵, 委屈巴巴道, 好吧, 都听你的, 谁叫你是我夫君呢? 于是蓝忘机龙颜大悦, 在魏无限养出些肉的脸上, 真儿重之地亲了一口, 已是对这人难得懂事的家赏, 孩子咕咕落的那日, 温情不许蓝忘机进去, 蓝忘机便只能靠在紧闭的门上, 交心等待, 屋里的声音杂乱不堪, 蓝西辰看出他的紧张, 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抚, 你别太担心, 无限的身体一直都不错, 且有温姑娘亲自来接生, 他医术这般好,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雨闭, 他眼睛弯了弯, 笑道, 倒是你, 你的问题可不小, 都快要当爹的人了, 还这么定不下心神, 将来怎么为孩子做表帅啊? 房内传来魏无限偶尔的几声 撕心裂肺的嚎叫, 声音嚎得太大声太浮夸, 反倒能微妙地消解 些许蓝忘机心头的焦躁, 只不过即便如此, 蓝忘机背心也已然沾满了汗, 朝着屋内看去, 轻声道, 兄长莫要打去我, 蓝锡尘笑了两声, 我才不打去你, 我说真的呢, 你当爹的功夫不到家, 将来若是让孩子随了无限的性子, 叔父定然要闹了, 还不等他说完, 房里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啼哭, 闻声, 蓝锡尘末地顿住话头, 无心再说, 蓝忘机则是平住了呼吸, 眸光微颤地, 转头看向紧闭的房门处, 仿佛能透过那层层屏障, 看清里面那两个他此生最珍重的人, 恭喜, 蓝锡尘率先反应过来, 惊喜道, 看来温姑娘的手法的确了得, 忘机, 你和无限可有想过男孩女孩的问题, 可曾想好取什么名字, 蓝忘机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胡乱地应了几声, 眼眸不住地朝屋里看去, 随口低声道, 男孩女孩, 都好的, 蓝锡尘了然一笑, 也是, 只要是你和无限的, 你自然喜欢, 两人据是沉默, 在屋外等候了一炷香, 却不曾等到出来传唤的人, 在等了一炷香的时辰, 蓝锡尘皱着眉头, 忍不住出声, 孩子都生出来了, 怎的还未见人出来啊, 她话音刚落, 屋内像是要回应她的话一般, 突然又出来一声石破天惊的啼哭, 这声啼哭比之先前那道更加高亢, 中气十足, 还稍显刺耳, 而后又一道啼哭声, 缓缓加入战局, 两道啼哭声不甘示弱, 一般你起我福, 夹杂了温情连连几句震惊的这他妈的, 在小小一间屋子里, 格外闹人, 屋外的人满目震惊, 蓝锡尘心头微微一动, 看着僵住身子, 不得动弹一般的自家弟弟, 突然不确定地道, 我好像知道无限饭量大的原因了, 蓝忘鸡懵懂地看着他, 嘴唇动了动, 胸掌, 忘鸡也知道了, 肚子里揣了个双黄蛋, 胃口能不大吗? 双黄蛋是一对极其闹人的龙凤胎, 得了一对龙凤胎, 也算是碎了胃无限的意, 怀孕一时, 他便想要得一对男孩女孩, 生完孩子后, 等不及在床上休养一日, 便利落地下了他, 抱着墙包里的孩子, 嘿嘿嘿地笑, 充分地向大家诠释了, 什么叫做一孕傻三年, 大孩子是哥哥, 小孩子是妹妹, 哥哥捡了蓝忘鸡的面相, 生出来时, 一对狐狸耳朵无力收回, 便湿漉漉地搭腊在外面, 不同于大儿子, 妹妹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类, 不但捡了魏无限的面相, 甚至连性子也吵吵嚷嚷的, 活脱脱式行走的魏无限二代, 无愧于魏无限二代的称号, 妹妹三岁的时候便学会了爬树, 魏无限生怕妹妹爬树的时候会走光, 于是总要给妹妹严严实实地穿上裤子, 女孩子爬起树来, 速度丝毫不比男孩慢, 吃溜一下便能钻进叶丛之中, 然后坐在树干上仰着头哈哈大笑, 哥哥就安静许多, 坐在树下安静地看书, 有时候看着看着, 头顶突然唰拉一声, 猝不及防地滚落下一个黑影, 这时候哥哥会把书一丢, 游刃有余地伸手一接, 稳稳当当地接住了一只快要吓哭的妹妹, 无奈地叹了口气, 怎么又摔了, 闻声, 魏无限顾不得窝在蓝忘机怀里了, 一把从静视里蹦出来, 抱着妹妹安抚着亲了几口, 蓝忘机则是缓缓走来, 副手摸了摸哥哥的头, 赞赏的汗手, 这才看向包着眼泪渲染玉气的妹妹, 低声道, 还要学你跌跌爬树吗? 妹妹, 爬, 蓝忘机称怪地, 看了幸灾乐祸的魏无限一眼, 魏无限则是亲亲女儿的脸, 真棒, 不愧是我魏无限的女儿, 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下次爹爹亲自教你怎么爬树, 保证你不会跌下来, 除了爬树, 你想不想学些别的? 等教你爬完了树, 我再教你种你哥哥, 怎么样? 蓝忘机目光一凝, 妹妹开心地鼓掌, 哥哥则是和上书竖起掌做足指状, 爹爹, 书公说过, 你不许带着妹妹在胡闹了, 魏无限一手兜着妹妹, 一手捏了捏大儿子的脸, 不许板着脸, 你才多大, 学你父亲板着脸做肾, 他想了想, 突然道, 哦, 你是不是喝你妹妹的醋了? 那我也教你爬树, 怎样? 哥哥, 我不喝这个醋的, 不爬, 魏无限, 那我教你种妹妹, 种一个妹妹下去, 便能接触好多好多个妹妹, 你不是一直喜欢妹妹吗? 多来几个妹妹, 你定然欢喜。 见大儿子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蓝忘机再听不下去了, 只得默默伸手, 手动捂住了魏无限喋喋不休的嘴, 不愧是蓝为二人的孩子, 不但启蒙早, 越长大还欲机灵, 似乎也知道自己父亲和爹爹 格外喜欢偷偷粘在一起, 兄妹俩反骨顿生, 恶胆相向, 偏偏喜欢捣乱, 不许那两人有独处的机会。 明明是大孩子了, 偏说一个人睡不着觉, 半夜总会抱着枕头, 拍着静视的门, 打搅里头夫夫二人的亲热, 于是每到夜里, 当魏无限正准备把蓝忘机包光的时候, 窗外便会准时响起一连串扣机声。 魏无限沉着脸将窗户打开时, 映入眼帘的, 便是妹妹那一张烂漫的笑脸 和一张哥哥的无可奈何的冷漠脸。 哥哥是被妹妹强行拉来的, 见妹妹顶着魏无限吃小孩的目光, 抬着小腿想要颤巍巍地翻进窗里, 便给险些翻不过去的小姑娘搭了把手, 而后自己轻轻一撑, 也随之跃进了房。 见状,魏无限心里又气又好笑, 给两个孩子一人一下, 不轻不重地捏了捏脸, 妹妹, 你怎么又拽着你哥哥来倒我和你父亲的乱啊? 小孩子皮肤嫩, 被轻轻一捏便泛起了红。 哥哥抿了抿唇, 轻声道, 不怪妹妹, 是我自己来的。 魏无限挑了挑眉, 蓝忘机则是在屏风后整理好衣服, 披着一层薄薄的外袍, 垂着发, 朝着父子女三人走去。 妹妹闻言, 生怕跌跌生哥哥的气, 插着腰叫, 笨哥哥, 明明是我拉你过来的, 你不许瞎说。 蓝忘机闻言, 眼底浮起几丝笑意。 她心知今夜定然是被搅黄了, 扭头亲了亲无可奈何的魏无限一口, 然后变叹了口气, 抱着捂住眼黑黑笑的妹妹, 走向了床榻。 魏无限则是看着眼底泛起几丝艳羡的哥哥, 温柔地摸了摸大儿子的脑袋。 怎么? 羡慕了? 你也想让你父亲抱抱你。 见蓝忘机顿住脚步回过头, 哥哥仗红了脸, 没有。 这孩子素来爱面子, 哪有男孩不羡慕父亲对自己妹妹丝毫不加掩饰的宠爱。 魏无限但笑不语, 看着她的目光愈发柔软, 有头眉尾地突然道, 真好。 真的。 她突然伸手, 将哥哥揽入怀中, 爹爹知道你是大男孩了, 但是爹爹今晚突然想抱抱你。 你大人有大量, 也抱一抱爹爹。 哥哥脸红得能滴出血, 爹爹, 他被魏无限抱在怀里, 身子有些僵硬。 半晌后抿了抿唇, 伸手轻轻将爹爹有些瘦削的身子抱住。 见不远处抱着妹妹的父亲, 温和地朝着自己汗手, 顿时更加僵硬。 轻轻打落的眼睫, 唱个不停。 他抱着魏无限出神, 却不想下一秒身子一下悬空, 毫不设防地被自己这个幼稚的爹爹 估在怀里提了起来, 朝着床榻飞快地扑去。 魏无限哈哈笑着, 一边狠狠亲了哥哥一口, 一边朝着蓝忘机和妹妹笑道, 蓝湛, 害时了, 该睡觉了, 今晚上咱们不亲热了, 咱们做夹心饼干, 夹着俩孩子睡吧。